大师兄你好 大家好我是大师兄 在书里面有讲到你个人的一个故事 就真的是 你真的觉得你过去一路就是一个 这个很没有生活目标的一个 自己写飞载吗 对啊 其实我本身就是 比较没有什么 比较没有什么梦想 就是说 也不会想赚大钱 然后也不会想说 买好车买好表 就觉得说 人生就是 安安稳稳这样 在你们里面的工作人员 是不是都跟你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一般人可能不会去想象 也不会想要去那个地方工作 对不对 那如果他真的要去工作 要接触这个行业的话 他可能要去私人的礼仪公司 可能还真的可以赚到一点钱 对不对 那像你们是不是工作又很辛苦 然后收入又很固定这样子 对啊 就是说 其实我那边的同事 几乎都还蛮有些故事的 像是常常 之前我有提过 其实我家外婆家有一点点问题 就是说 我那边有个比较有精神障碍的表哥 就有一次我就跟我同事感慨说 我家有这件事 结果那个同事就跟我说 其实他的奶奶 也这样 是被鞭炮炸死的 因为他们家是卖鞭炮的 那有一天奶奶去仓库的时候 那个鞭炮走火 他把奶奶炸死 然后他又说他的外婆 他外婆是饿死的 那时候就很奇怪说 为什么这年头还有人饿死 结果他是因为舅舅爱喝酒 然后奶奶有失智 有一天舅舅出去外面 喝个三天三夜回来 发现奶奶已经饿死了 所以常常都觉得 有时候好像是要在外面经历 过一些事情的 才会比较想要再来这边工作 因为这边工作比较平淡 然后比较常看到人生百胎 这样 是有点看破人生的感觉吗 对啊 其实这种故事 我们同事很多很多都 都有这种故事 我再讲一个好了 我之前都一直在感慨说 好像没有女朋友很渴 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讲说 他的女朋友是大学交往了三四年 就到大四的时候 有一次在他出去外面夜游 就被逆向酒驾出车祸 然后后来是撞死的 他永远记得说 那时候去交互病房的时候 他看着他女朋友 就是推向不同的病床 就一起推进去 然后出来的时候 他是活的 他女朋友是死的 然后家属就一直怪他说 为什么你要带我女儿出去玩 夜游 对夜游这样 然后害了他们 一个女儿就这样没了 他很自责 自责到他到现在 都不太敢交女朋友 所以现在是你的同事就对 对啊 这都是我的同事 就是我里面同事 就几乎很多都这种故事 对啊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这个人生比较不如意的地方 所以这个 到这边工作也算是一个 这个算是人生的一个 短暂的逃避嘛 就是可以不用去跟外面 跟人家这个勾心斗角啊 反正在这边看破生死了嘛 来来去去 然后就这样过日子 这样很平淡就好了 有时候可能是从比较中来 觉得说自己好像很幸福 对 因为他们已经走掉了 或者是怎么样 对啊 就是说 好我今天 我今天觉得很惨 可是觉得别人比我 才觉得 自己好像蛮幸福的 对 那可能他又在跟别人比较 就是说 好路上那流浪寒 也是一进来 那家属没有人愿意来处理 嗯 就是永远就躺在那边 到时候变无名师 对 就烧一烧 不知道在哪个乱张港买掉 嗯 这样跟他比起来就觉得 哎 自己又在幸福一点 就是一种在比较中来寻求说 哎 好像自己在做一件善事 而且过得其实算是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这样 哦 那如果回到正常的 这个一般的工作的话 就会觉得 有点这个矮人一等 输人一等 这样子吗 其实也不是 其实大家也是会有一种 服务的心态 反正在社会上过得也 也可能不是很好 或怎么样 然后来到这边其实就是 类似 有点做善事啊 饥饥得这样 对啊 可是要接下这种工作 还是要有一定的勇气啊 因为一般人这个 连自己亲人 看了都会怕的 更何况是那些陌生的 或是 这么多意外状况 这个意外死的坠楼的啊 怎么上吊的这么多 对啊 可是 我觉得还是要混口饭吃啊 像我第一次去接那种状况 比较不好 就是身上有长蛆人啊 那已经很死亡 一段时间就对 其实我有点密集恐惧症 就我不太能看到 去那边爬来爬去 尤其是在脸上转来转去 可是我那时候学长也是说 你有领这份薪水 你就要做 对 做这种事 后来我也是眼睛闭着 然后牙一咬 就是上去啊 就是把它该处理的处理完 该翻身啊 把它套进时代 这样带回公司 就真的也是没办法啦 就是生活总是要过嘛 那你大概到什么时候 才慢慢这个心理 或各方面都准备好 就是已经慢慢习以为常这样 其实大概接个三四次之后 就真的有点无感了 对对对 就是对尸体的状况很无感 可是对现场的状况 还是会有点感情啊 对啊 比如说 现在我看到那种蛆啊 或者说 很臭 或是发绿的那种 还是断头的那种 其实我都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因为就工作嘛 我主要就是要把他顺顺利利的送回我们 公司 对公司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可是遇到现场状况 就是那种场景是有点难过的 我还是会 心里来会觉得怪怪的 比如说我前一阵子 有去接一个就是说 他是老公长期照顾他的太太 已经照顾到很久 十几二十年 照顾他老公精神 其实有一点点问题 那他这一件案子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说有一天他女儿 就从外面工作回来 看到他妈妈很怪 已经不会动了 然后房间有一股很臭的味道 他就会觉得说 这是妈妈怎么了 然后一看妈妈已经往生 大概往生两三天了 可是他爸爸在那段期间 还是做一些基本的照顾 擦擦身啊 然后卫卫要 他在睡觉 对对对 卫卫要 重点是鼻卫馆 我不知道有没有进得去 还是他爸爸以为他有胃进去 反正当我们过去的时候 看到那场景 是一种很不忍的场景 女儿抱着爸爸 说妈妈已经死了 爸爸骂着女儿说妈妈没死 妈妈没死 可是我们的工作就是 我要把妈妈送回去 原来已经很明显的死亡 那时候其实警察难过 我们也难过 就现在在现场 比较怕像这种场景 那对于身上的那些 什么已经开始慢慢 有一点点免疫了 就是说我比较不怕外伤 或是臭味或是什么 然后我对现场的气氛 其实还是没有怕克服 就是旁边会有亲人 或者是一些家人 他的不管是不舍 或者是哭闹 就是反正就是会影响到你们工作 然后总是对这部分 你现在感触比较强就对 对啊 就是目前就对于情感的部分 还是觉得 那种现场给我冲击是很强烈 远比那个 就是那种恶劣的环境 对我的冲击强烈这样 所以尸体它这个 大体它变成不会动 反而对你们来讲 是比较好处理就对 对啊 反而在旁边的 或许甚至有些观众 对不对 有些这个现场 还会有很多其他的 不相干的人在那边臭热闹 对啊 还蛮多臭热闹 尤其是那种比较大的 那种公安意外 比如说在闹区跳楼 或是大车祸的时候 其实旁边都蛮多那种围观者的 那时候就要考验我们速度了 就要尽速的把它送回去 它应该要休息的地方 所以你们像你们的工作 就是每天在公司待命 遇到状况就出动就对 对啊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守在冰库的门口 可能有一些人要来推推冰 然后或是探视遗体 那只要外面一有状况 就是会打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要出门 就去把它接回来 是三班轮的吗 对三班轮的 然后有没有统计过 是不是真的大业问题比较多 大业的话 因为大业我们不出动 我们大业有委托外面公司出动 我们唯一出动的时候早班了 因为其实人手也不太够 那大业问题多是因为 其实来的都是 怎么说都是很突然的啦 意外状况 对意外状况来 所以真的大业的问题会 稍微多一点点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突然想要写下这些心得 其实是有一天 我回去找我高中老师 通常我回去找我高中老师聊的 都是说最近吃了什么美食啊 看了什么美女什么之类的 那高中老师问我说 奇怪你做这工作明明就遇到很多事情 为什么不讲一两个来听听呢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了两三个两三个 一讲一讲就下午过了 我高中老师又说 其实你这个故事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我就跟我高中老师讲说 FB太多我同事了 所以我写出来其实不太方便 他说那你可以找个平台匿名 那刚好我在pc上面看到有人发凶宅的回忆录或什么 然后我就看凶宅凶宅凶宅我常常遇到 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有关凶宅的那个回文 那后来就反应不错 所以我就一开始就以接体员大小师这样 一直连串连串写下去这样 那写到现在 不写到现在大概四五个月 四五个月 那后来是怎么样遇到出版社 那个邀约你这样整理出书 对啊后来出版社是有找我啦 因为之前我两个出版社 他们是直接就是在pc上面寄那个赞内信给我 就是说问我说他们是出版社 然后想要帮我出书 其实我对我的作品其实不太有信心 因为我觉得说就是我讲的一些小故事 前面都以为他们是诈骗集团 我怎么样了 就没有回复 对就没有回复 那是因为宝评的那个编辑 他从一个 因为我很以前爱打麻将 那边有个叫麻将版的 就是说会在网络上找人来 出去外面打打小牌干嘛 他那边找到我的电话 然后就打给我 那就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个人会打给我 对啊 那所以我就跟他约出去 然后吃饭就聊那个出书的事情 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还蛮像诈骗集团 那个时候 对啊 就刚好我的编辑美山 他口音有点不太像台湾人 那时候觉得不对 一个翻译一个车手 然后刚好总编也过去 就这很像诈骗集团的组合 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没有东西给他骗啊 你没有财也没有色啊 我还有肾啊 还有肝子 要卖你的身体 对啊对啊 那时候其实有点害怕 是聊完天之后发现 诶 可能诈骗集团文化可能不会那么好 因为他们讲起来蛮像 讲话有条理的 对对对对 就觉得好像可以放心一点 所以他们算是比较认真在找你的 对不对 因为你在书中有讲到你以前那个 就看他打麻将那段时间 对啊 就是他们真的算蛮厉害的 我没有想到我会在那边被找到电话 嗯嗯嗯 就是以前那个 在书里面有讲到 他那时候租了一个地方 然后很多人就凑牌友就对 对对啊对啊 然后那时候有没有越打越大 没有哎 其实像我爸就还蛮爱读的 他是越读越大那种 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说 就是有什么屁股要拉什么死 就是说不要超过自己能力范围啊 就每个月有点点小小的利用钱来 在打牌上面 反正输光就没 就当没有嘛 可是有时候这个打牌 这个输牌 会输到有点疯狂的境界 就是要想要失心疯 想要赔不难 然后就越下越大 这样子越玩越大 对啊 所以其实来到这边的朋友 我都会稍微跟他提醒一下说 你要知道你一个月赚多少 然后你可以花多少 不要到后来 其实就会变很麻烦 像他朋友一些跑路的跑路也有啊 然后可以控制自己的也很多啦 我是觉得 其实这个是人的选择 我也不会说特别去关心这什么的 所以这样子等于工作了两年了 这个印象最深刻是不是应该就是第一次出动 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印象到现在吗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是在夜班实习一年之后才放日班 就是说有出去外面接遗体是日班的事情 那在夜班的话看到的有些可能会有肿胀或发臭 可是没有现场那么震撼 然后我第一次觉得震撼就是我上日班之后出去接的第一具尸体 那个刚好很巧真的很巧他也是个作家 对那时候我还记得是在某个某个地方的公寓的四楼 然后没有没有电梯 旧公寓就对对对对要抬下来很累 那时候上去看到那场景真的会吓一大跳 第一次知道原来湿水到时候是黑的然后很黏 第一次知道原来死后人家就会肿成这样 因为他大概死了四天吧 四五天那已经发黑了 身上都肿就肿大了然后会有水泡 其实一撮就破了一大堆血流出来 那时候就觉得说原来现场状况是那么恶劣 然后监视组在那边照相 而且监视组都会叫我们就帮忙翻身干嘛 因为他要拍照 对对对就是要请我们去协助翻身 怎样才知道说原来现场的流程是这样 因为之前我们只有收购就是他送过来的 没有到现场去把他接回来 所以那时候觉得还蛮震撼的 就想说原来现场环境如此之恶劣 对对那味道又比在我们馆内 就已经送进来馆内又在浓厚了好几倍 就是衣服啊就会挥之不缺那种味道 所以在现场因为这个是 在那当下这个状况就会比较多了 那回到之后其实都已经经过一次的这个搬运 而且又装在这个丝袋里面 所以他本来就是有些这个 不管是这个气味或者是有些东西就会先散掉了 对对对对 可是我那到现场之后才发现说 其实那气味很难散掉 因为我其实第一次傻傻的 我接完之后回家 我妈又一直以为奇怪 我是不是有在吸一些什么东西啊 身上有异味 对对身上有异味什么之类的 那我那时候自己也没有觉得 然后是后来我自己闻一下 就是这味道好可怕 可是你们在接之前 应该还是有整套的这个皇妇装备吧 对不对 其实基本上我们很懒 就能不穿 因为穿的真的是有时候绑手绑脚 至少的口罩手套 对对就是基本上就是口罩手套 那防护衣是我们公司都有买 可是穿的机会比较少啦 就比较有点说我今天这样可以 我就懒得穿防护衣这样 所以那个会直接碰到你的身体啊 我们会尽量让他不要碰到身体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都会准备一套那种比较 就很少穿的衣服 就比较破旧的衣服 就出东就穿那一套 因为其实碰到也不会太心疼 那前面就前面一两次我比较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穿雨鞋 我就穿自己的鞋子 之后才知道真的好痛苦 眼泪会流下来 那鞋子还蛮贵的 雨鞋会沾到就味道也会很重 对那其实沾到之后很难洗掉了 真的很难洗掉了 好那这个回来之后 这个是慢慢就有一些老司机 就你的这个老员工会教你一些方法 怎么去避邪啊 或者是怎么样去 等于是洗掉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晦气这样子 对啊 其实这个我本身比较偏向没有信仰 因为我比较不拜神 所以我就不怕鬼 我是觉得今天我心里没有想到有神 觉得我没有鬼这样 这是我自己的一套安慰自己的想法 不然我自己本身其实我也是很胆小的 对我没有看过什么鬼片 因为我看鬼片都会怕 所以你现在算是在朋友圈里面最大胆的 应该算是吧 因为已经没有让我觉得可怕 就觉得这个好像还好 那我还会跟他讲说 其实我看过更可怕 对啊 这种丧失的表现 还蛮像的 有时候电影有尸体 就虚待跑 就说这个有像 这个有像 这跟我昨天看到的很像 对啊 那电影院旁边的人都会开始 就开始吓到说 这人昨天到底是看到什么 对啊 好 所以你们这个 如果是寻到晚班的话 这个工作就是在守在这个冰柜里面 冰库里面这样子 巡逻对不对 对啊 这样巡逻还是会有一些状况吗 多少会有 其实这宾馆就是让人家害怕 就是说他晚上其实 近到很可怕对不对 对 然后又有一点小事情 就会有点 就会声会音 那到底是 整个晚上就只有我一个人 可以守卫一个人 在守着那边 还有四条狗啊 不过只会不动 对我们边自带是这样 就是边自内边自外 边自外四条狗 那每次巡逻都觉得 真的只要有一点风吹草痛 我就觉得 好像有什么事情 诗变是不是 对啊 然后因为其实 像我那边有个灵堂 大概有20个 他们都会放那个念佛记 就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子放 那主要是今天放的频率 不可能全部都一样 对 所以他们会交错放 交错放 有男生有女生 其实那时候就很容易听到一些怪声音 好像说 奇怪的 怎么好像中间插一个女生 在那边讲话 或差一个男生在那边讲话 那通常 我是觉得大家装傻就好 就也不要多想 不然多想的话 就会让你这个工作会觉得说 啊干我每天上班都 好怕好怕的那种感觉 可是应该听久后来就慢慢无感了 就已经这个习以为常 就不会那么怕 对啊 就是渐渐渐渐会变得 没什么感觉啦 就是变 反正有女生就给他叫 有男生就没差 反正就是他们讲了他 我做我的 总不能每一个有缘区都来找我吧 我每天意外的那么多五六件七八件这样 那每个人来找我不是连假都不用放吗 可是那个你心里还是会想说你是做善事的 所以他们应该怎么找也不能找到你嘛 对不对 对啊 因为他们有 他们有葬医生 我们只是宾馆的服务人员 对啊 冤有头 债有主 对啊 其实你里面还有写到你跟那个警卫 那个胖警卫的互动还蛮有趣的 对 因为大胖 大胖是真的有 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 所以他真的比你胖就对了 对他真的比我胖的 大概在胖我 我现在是一百啦 他大概胖我四十公斤这样 对 又高又胖 他厉害的地方是 他大我四岁 可是他从来没有出过社会 他高中毕业之后就一直关在家里 然后也不出门也不干嘛 也没什么社交圈 所以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手机 这一台电脑 对他是没有手机 就是他打电脑回家要来我们办公室说 不好意思我要接个电话打回家 后来是有人 他家人终于看不下去给他弄一个 就是类似3G的 好像还没换4G 不知道有没有被强制换4G 就智障手机 对智障型手机这样 他就带着 然后主要是打电话 那他问他说他有没有什么Facebook什么 他也没有 他真的是没什么社交圈 整天就开始玩玩小游戏啊 抽抽卡这样 对啊 那就是我跟他 觉得他特别有趣的地方 我特别想跟他做朋友 因为我觉得他或许有个朋友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他比你还严重 你已经算宅男他比你更宅 对他应该宅到会让我觉得很可怕 所以你们两个应该这样子蛮有共鸣的 对啊 可是跟他沟通还是有点障碍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 就这完全没出过社会 今天他对我的态度 其实跟对个议员的态度是一样 对然后问他怕不怕鬼 他其实也没什么怕 因为有一天我觉得兵库有怪声音 他就说大胖你可以帮我去看一下吗 他进去就把那天进来的每一个遗体都稍微摸了一下 说没有啊 那边没有人有动静 他不觉得那些可能是鬼 他不觉得有害怕的感觉 他觉得那就是工作嘛 我觉得他特别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 他这时候一个完全完全不害怕的人 每一个去摸啊 对他说每个都稍微摸一下摸一下 没有啊 没有人有发出声音 我说我不是叫你让他发出声音 我是要叫你进去看他们有没有 就是那边有没有什么猫啊狗啊 就他竟然选择去摸尸体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可以跟他当同事了 很忠厚老实这样 对对对对 很好利用 没错 好那其实讲到猫狗 还有讲到这个真的使人 那个猫跳过去会失变 对不对 你后来有看到这个现象 其实猫跳过去那个时候我有稍微失业 也不算失业 反正就有这个机会了 你没有真的抓猫去掉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冰款以前猫很多啊 其实跳过去我是期待有可是没有 对那我们那些前辈就跟我讲说说不定刚往生的会有 因为我看过的已经是入好链 在棺木里面 然后那个太久了 试比较久就对 对那种不会有 其实我对这种东西 我还是觉得不信任的比较多 对对对 这是我的一些小观念啊 所以还没有遇到这个 对啊 刚往生跳过去到底真的会不会这个尸体会动这样子 对啊 好那其实里面还有讲到你跟这个算是杂货店老板吗 有一些过节是不是 那是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说那时候我在便利商店打工 便利商店的老板你跟他有点这个 等于是他给你的薪水不如预期就对 其实离法定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那个时候 因为法定那时候我记得是90块的时候他给我60几块 反正我那时候傻傻的 反正那时候年轻人就被压榨就对了 就不懂 对啊 其实我找工作一直前面一直很不顺利啊 因为我就胖胖的看起来就是动作慢啊 所以我在找工作的过程 年轻找打工的过程其实不好 然后一直都觉得说 诶有机会我就去做 有机会我就去做 那老板也是看存在 我这一点就是开个比较低的工资给我 那我也很愿意去做 后来慢慢在那边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就感觉到有点被压榨的感觉 因为做熟了就懂了 对啊 然后真正要离职的时候又离得不漂亮 因为他 我那时候是因为他加盟店 我后来想转直音店的时候 他去告诉直音店的老板说 我这个人品性不好啊 帮你穿小鞋 对 就觉得等到一年 因为我是田蝎座的 我就觉得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回报他什么 因为田蝎座就这样很爱报恩嘛 有仇报仇有恩报恩 没错 对啊 所以是后来有 下班的时候都会优先考虑去他们家做一下 不是去给他捧场 也带人去给他捧场 就故意在那边晃一晃吧 还留下一些东西给他 对啊 那像我们这一行假如参加婚礼的话 我一定会问对方说 我在哪里工作 你们家建不建议 哦对 先智慧一下 对对 然后不太希望说我今天过去 然后他可能两三年又发生什么事 觉得我逮塞 那其实我也很倒霉 可是你来之前出版社没有跟我讲 我建不建议 他就认为我就不会建议 这出版社太过分 好 里面还有讲一些火山孝子 帮我们讲这段好不好 真的这个 你的同事就这样被诈骗 一直不停的被诈骗 对啊 因为他本身 其实我这边还蛮多种可怜的 不知道是为什么 为什么都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我朋友都跟我讲说 我觉得你好像很有故事 是不是你朋友很多 其实我朋友不多 然后我认识的都很倒霉 就只能这么说而已 就是认识很多倒霉的朋友 对啊 他就是我那边一个算是清洁的阿迪亚 他走路这就一泊一泊一泊的 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是他一个社会 应该是社会局的老师或怎样 带他来熟悉环境 结果我跟他说 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要好好做 我钱要存起来要干嘛 所以他就来这边上班 上班的时候有一天我不知道 因为我对于其实有这种状况的人 我都会对他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 特别关注 等于你现在是老司机 对对对 现在是老司机 对啊 然后有一天我在那边闲聊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他有女朋友 我吓一大跳 他说哇 为什么你会有女朋友 他告诉我他女朋友的状况 就是说在大概中南部 就是说他常常会 就休假的时候会回去看他干嘛 他们去的回去 就是去看他的时候 就只有吃吃饭 然后聊聊天 然后也没牵手 也没什么 可是他要 那女生要买什么 然后说家里被什么 讨债的讨债 那还是说家里要什么医药费 他都会给他钱 就像社会新闻写的那些故事 对对 然后他 我那时候有一天他发烧 发很高烧 我问他说为什么不看医生 他说没有钱 可是他在那一天的前一天 他去找那个女生 然后给了他很多钱 这样 我觉得说他这人想的 他想法非常怪异 可是后来我也渐渐可以理解到 他为什么这样想 这可能是他一个梦想 他是在抓住那梦 虽然是他知道是假的 可是他还是要努力去抓着他 怕放掉之后 连这种希望都没有 对 因为他家人对他真的也是很不好 就觉得说 他后来有个弟弟 是一个正常的弟弟 他们家人就说 我今天有这弟弟就够了 对 就借若他 对对对 其实你在不在已经无所谓 所以他 他家其实 他是住外面 可是他家人跟他住同一个县市 而且离不远 对 可是他选择住外面 他不住家里 对 因为他觉得家里没温暖 是是 可是像你以前你爸也对你不好 对 可是那时候没办法 后来你还是有照顾他 因为我父母其实算是早离婚 就是因为债务的关系 所以其实离了婚之后 我爸跟我妈还是偶尔会 就是住一起这样 就是说你爸最后还是来投靠你们就对 对 还是算投靠 中间也刚才有很多争执 可是 其实也没办法 就是唯一的儿子 然后最后自己从这个家庭一路走来到最后待这个工作 是不是真的就看透很多人生 就看不透也要看透 所以你最后还有想要打算存钱买凶宅 存钱买凶宅要看有没有 因为凶宅其实很抢手 我那边很多天主教的大哥他们都喜欢买凶宅 因为他们比较没有什么信仰 所以凶宅的资讯一曝光 那些大哥就会抢着要 所以轮不轮到我买凶宅是个问题 那有机会给我买的话 我是一定买 对啊 还有人更狠是他买了之后他就改成佛堂 对对对 用佛来压这些 对啊 就有各种方法 其实他们对于凶宅都有各种处理方法 所以他们不觉得凶宅是一件 买凶宅是一件不好的事 对啊 而且你像你这样的一个工作 你这个大体都看过 再惨都看过 你怎么还会怕那个房子在整理完之后 那个样子更不会怕了 对啊 可是有时候也会想 这个地方好像是 我看到他是掉在那边那种感觉 就是会有一种 会看到房子直接脑洞的想法 当初我就是这样把它剪下来的 或怎样弄下来的 那就买不要自己经手的就好了 对对对 就尽量往这房向走 要不然你永远会停在那一刻 当初怎么处理这样子 对啊 因为之前我有去一间旅馆接过 那是应该是马上逢 就是他直接在旅馆往生 然后是叫我们去接回来 就突然就倒了 对对突然接回来 那边旅馆其实我蛮常去的 那有一次我在过去的时候就发现 这场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去第二次 因为永远记得那个床上哪个位置 因为他每间房子 每间房子的格局都差不多 就倒在那边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间旅馆后来就不太去了 可是他马上风应该他的状况很好 对啊 这状况好是好 可是就是你在那间房间的时候会感受到说 曾经有个人在这边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感觉好像有人在旁边看你 有阴影这样子 那我相信应该也蛮多人问你说 到底最可怕最恐怖是哪一次对不对 最可怕最恐怖 其实我书中讲到那一次我觉得是最可怕 就是说我去一个社区接一具遗体 那一具遗体是有通报我们过去 我们通报过去的时候他是一个男生 他倒在床上然后是包着尿布 可能是酒病 有可能我那时候第一个猜测是酒病 他身上其实状况已经很糟了 那区域真的是在脸上那种洞 然后转来转去那时候看了就好可怕 可是我们还是就只能硬着头皮把他接走 那接走之后原本以为这件已经够可怕了 就电视小组都跟我讲说隔壁还有 对对对对 他就类似是那种买一送的那种感觉 就顺便再亲一口 对就顺便竟然找我们顺便 我想说这种还有顺便 我就去隔壁看就隔壁更恐 他是用一条鞋带绑在衣橱的手把上 就他是自己把自己勒死 其实我对这种东西我比较觉得说 我第一次看到我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他杀 为什么会有人用鞋带把自己勒死呢 应该有点难度吧 对啊我觉得这样的时候觉得有点难度 可是电视的那边有一个知识的跟我讲说 这肯定是自杀 他觉得说鞋带勒死自己的真的不在少数 那时候他有点震撼说 哇原来这种人死意这么坚强 因为你要自己用力勒 然后中间你又感受到很痛苦 那理论上很多人就会松手了 他不像上吊 我只要脚鞋子 那个椅子一踢我就登 就自然就那个解决了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这他死意真的蛮坚决的 就一度以为是他杀 可是后来听监视小组这样说 也就觉得说反正自杀 就自杀就你们觉得自杀 那应该是由你们专业的判断 那就当我在把它解开送回去的时候 他其实有喷出一口很浓厚的那股气来 怨气 对对对 应该讲怨气 反正就最后一口气这样 对可是那不是我第一次接这种实体 所以我会有感觉 就是说我在移动他的头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往后退 那时候刚好有个年轻 见识的弟弟他比较不熟 他直接面对面吸了那口气 我那个菜鸟 哇对这个菜皮疤真的很厉害 很猛 这股气应该吸进去真的很猛 那后来 他是真的不知道 说有那股气 后来的话就没有得遇过他 后来是就离开了吗 还是是怎么 因为他是见识小组的人 后来我出去外面就没有看到这个见识的人 比较少遇到 我就想他一定会觉得衰死了 怎么会吸到死人的那口气这样 对因为那股气真的很重 可是像这件事让我想的就是 因为有时候看到这种场景 我会想蛮多的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说 到底是那个男生先往生 还是那个女的先勒死自己 到底是病死的先 还是勒死的先 因为见识小组说死亡时间差不多 他们只能说差不多判断说在什么时候 不能很精准判断说谁先谁后 那当然遇到这种事件真的就觉得说 到底是久病不堪照顾 那个照顾他的人先往生 还是说被照顾的人往生 对照顾他的人觉得想亲生这样 就让我觉得说其实 很多新闻可能只是爆出来说 今天哪边有两个人往生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们看到的是说 他们之后来我这边处理的情形 还有家属的问题 对还有后来家属的问题 像这件事就真的 我真的觉得像这种 两个人一起住在外面 真的发生事情最难过的 真的都是房东 房东真的都是出最难 就好好的帮着变凶子来讲 对那我看过最随着是之前在一个 那装房真的很高级人 的一个类似套房 他房间设计是一体成型的 就是他一体成型是 地板是木头 然后连床连后面的柜子都是木头 然后他是在里面扫炭 所以他是整个人倒在那个木头上面 那当然血水就渗下去 所以那木头已经要全部打掉 全部拆掉 连那个床连那个后面柜子都要拆掉 那那件事怎么被发现 因为他是新建案 所以他那一层没几户 是他下面那一户发现 湿水有点顺下来 对湿水渗下来 他觉得说奇怪为什么楼上漏水 而且漏的水的颜色又 脏脏脏脏的 他以为是粪水 所以他很生气的去投诉 然后等他上去之后 他才知道那是湿水 也不太敢跟他家 因为那我觉得真的蛮可怕的 就是说我今天住在那边住好好 又是个高级的 算是豪宅 天花板漏 湿水下来 那真的是有点夸张 所以下面应该后来也知道上面是死人吧 对啊 那至于怎么处理就真的 所以上面的房东跟下面的屋主都很倒霉就对 对啊 因为上面的来的时候 他们是来的是房东团 他五个人合买 等于是这个投资客就对 对啊 因为那天只有验尸一具尸体 然后来了一个说是房东 我就好 请他去休息室 过不久又来一个说是房东 对 然后一年来了五个说 哇 律师团我听过 房东团我没看过 原来是长这样的 每个都很难过 因为那天 就光装潢就不少钱了 因为全部都一体成型的木板 可是他 可是他到你们那边看的意义是什么 我搞不懂为什么他要去看 因为房东通常都要出现 对 因为那时候 像广委会都是通知房东 房东上去 就看他算是发现者 是在现场的 对 出现五个房东 对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房东看 可是他们五个房东要开会 所以五个人就来殡仪馆开会 这样 对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第一次看五个房东 那你们马上说 那你们家变凶仔要不要卖我 马上接下一句 那个地方说 凶仔我也买不起 那地方真的很高级 对啊 所以你这样子这个 人生这样一路过来 这个到现在出书什么 自己有没有感觉 慢慢真的有一个新的希望了 有一个新的目标了 其实还好 因为我还是觉得我 还是过跟以前一样的生活 其实我奶奶那边环境不好 我前几天拿到那个 就是板税我就很开心 我说我要包一个大红包给我奶奶 所以我就打电话回去问我奶奶的状况 现在过怎么样 用那个精神病的哥哥之前 他在我奶奶生日前有病房 就他揍了我奶奶一下 然后后来他就是在精神病院 现在在精神病院 其实我对这件事很不谅解 这可能是在我书中没有 可是后来我在网路上写这样 因为那天他生日我还 我回去看我奶奶的状况 后来我有去医院去看我那表哥 我表哥就还是一样 我不知道他是 可能那是精神病 可是我觉得说他是故意的 因为我那时候心中很愤怒 我觉得说你怎么可以 打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家 打奶奶 对打奶奶 所以我那时候就问他说 奶奶年纪大把了 为什么你要打他 他就回我一句说 没打死很可惜 所以我就直接在医院跟他打起来 打起来之后医生自开我 他就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要对个病人这么冲动 然后就说因为我是我奶奶的孙子 就是说我听到他讲那句话 其实我心里真的是愤怒到 我没有办法用一般思考说 我今天打的是一个病人 他病发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难过 其实我回来之后很难过 可是像这种申请补助什么的 我奶奶家算是房子是自己的 所以没有什么低收入补助 我懂 有资产就对 然后他要送去那种公立的安养中心 其实公立不收 因为我表哥很壮 他196公分140几公尺 很难照顾 空物有利 他这发起风来都是 因为那时候直开就是 大概三四个警卫把他直开 我那时候跟他打架直开的时候 三四警卫把他直开 其实我对这件事很难过 前几天我也想说 抱一个红包给我奶奶 然后我就问我阿姨说 我表哥的状况现在是怎么样 他说 医生好像说1月8号要回来 然后就问他说 那你有跟医生聊过吗 他说没有 没时间跟医生聊 因为他上班就是1到5这样 休息医生也休息 他在工作地方接手机的话会诊监 他同事都会知道很不方便 所以他说他也没打电话给医生聊过 后来他讲一讲一讲 他就说隔壁有一个宋瓦斯 是我们之前的亲戚 就是说远房亲戚 然后说带他去哪边的一家庙很灵验 所以去那边说要付一些什么 就类似像有钱 然后要摆一桌普度的给神明 这样就可以消灾解恶 就是说他对这种事很有灵验 所以他又请了两天的家去找神明 那时候我就蛮脸疑惑说 阿姨你不是说请假很难 为什么你又愿意花时间去找神明 然后其实我也没讲 因为阿姨是我很尊敬的长辈 那我觉得他做这种事是他有他的想法 然后后来他又跟我讲说 那前几天他请人家来家里换灯管 那换灯管的真的是一个技工 也是很有名 也是很灵验 做什么人家发疯就可以把他救活这样 然后他去听 好像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一看到我阿姨就说 你就是赚钱拿不够别人花怎样 反正我阿姨也是信了 也是在花一笔钱下去 其实我听得很难过 他就说为什么有科学的方法你不信 你愿意去信那个东西 偏门的东西 对对对 我阿姨就跟我讲说十年了 他相信科学十年 可是还是救不活 就不是救不活 就是我表哥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想要试试 就是说其他的方法 就可能是最后一试或怎么样 因为我表哥之前生病的时候 他没有那种攻击倾向 现在有 可是现在有 然后常常那边接到社会新闻 像什么母亲杀妈妈的或什么的 其实很多这种社会新闻都是我去接手过的 那假如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 我可不可以承担 其实这个一直在我心中 则是一个问号 因为我觉得好恐怖 就像之前我们也接过像这种 有点逆轮的案件 我看到我会怕会哭 那其实是我那时候有点哭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好像离我很近 离我太近了一点 所以这也是你在书中讲到这个好几段 你都在现场可能哭的 大家都以为你是亲戚或朋友 对啊 就常常会把自己的角色带进去 觉得说我好像有一天会变成这样 太投入了 对啊 然后其实跟我阿姨讲完那种电话 我其实就觉得 我还是我我还是没有变 我还是要回家负担 就是家里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我不会因为说 有这件事有什么改变 这是我目前的心态 可能比较消极一点 可是不知道 就是我有快乐过 因为我也才三十几岁 有时候看到自己在排行榜上 就觉得很开心 可是这样之后呢 我回去知道我家的状况之后 发现说 哎呀 开心是一时的 就是回到现实 对对对 责任还是要继续下去 就在外面 不管看到排行榜 或者是接受一些媒体邀约 是很开心 可是还是回到你本来的家庭 对啊 你可能对家里 还是有一些无力就对了 对啊 我真的只要觉得人只要有呼吸啊 然后在意这个家庭 你就有压力 你就要去帮家里承担一些事情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必要的啦 不过至少当你回到这个工作 赶快上看到这些人离开 你可能又有那种比上不足 比下至少有呼吸嘛 对啊对啊 我们还有点希望 自己有没有打算在写第二本第三本 因为天天都有很多故事可以报啊 哎 讲真的 我还没做这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 我天天都有那么多故事 对 就可能今天发生觉得很惨 明天哇 还有更惨 还有更惨的 对啊 而且你出来一本书之后 以后你就会更敏锐 你就会记得更详细 对不对 对啊 嗯 就是天天发生什么事 你马上就记录下来 有考虑啊 这本书比较有考虑 可是又怕说 今天讲那么多 大家都觉得城墙烂掉啊 嗯 对啊 就是就像我讲的悲伤的永远是仿东不可能是其他的 所以人家觉得这梗用久了可能就没有那个意思或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这样 就是每个 每个故事 虽然发生的状况不同 可是我觉得它本质上也是大同小异 因为像自杀的就是因为这个社会 我觉得这个社会没有包容他们 或是给他们更多鼓励他们再过来 几乎每一个都是这样 嗯 对啊 然后回归到原本就是因为没有包容嘛 没有帮助嘛 所以有的时候 我有时候很担心跟编辑讲说我怕出第二本大家会看腻了 嗯 对啊 那当然故事真的是每天都更惨的啦 哈哈哈哈 对啊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大师兄为大家介绍他的第一本书 你好我是接体员 然后保瓶文化所出版大师兄好 大家好我是大师兄 嗯 大师兄要不要先讲到你的第一本作品 其实那时候被关注很多对不对 我是接体员 然后你生活有什么改变 基本上我是觉得就我的生活工作来讲是完全没代变 因为同事也不知道我是谁嘛 哈哈哈哈 就只知道好像有一个去接体的写一本书然后蛮有趣的 然后不知道作者其实就在旁边的那种感觉 对啊 那当然你是说这出书一定会有额外的收入 那这生活有变得跟一年前比较不一样 对啊 那可是因为这个写书的关系你应该会更细心观察 你现在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对不对 对啊 就是也不是说特别观察 反正总是觉得自己的磁场好像比较怪一点点 就莫名其妙就会有 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怪事找上门来这样 嗯 对啊 我相信第一本可能是意外这个出来 可是这个有第一本成功的经验之后 你可能就会更细腻去观察 所以这很有趣有可能可以写进去 你就会更去花时间去了解这个背后很多这个家属 或者是往生者的一个故事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第二本那个时候就是宝萍总编来问我说 第二本有没有什么写作方向 嗯 一开始我是觉得也没什么写作方向 因为我第一本的那种风格就是我遇到什么事就写什么事 对之类之后大概这样之类的 可是我第二本突然想起我之前 做康护的时候 嗯嗯 对其实蛮多篇幅都是在写我做康护的那时候 爷奶奶后来送过来这边 对啊 就是也是挺有缘分的被我接受到 嗯 就一条龙对啊 生前跟往生后就刚好就替他们服务 就是替他们服务后面最后面就是往生这段时间的时候 总会想到他们在疗养院的生活 嗯 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让我写起来来当作我以后的回忆的那种感觉 对啊 因为你又接到他了 所以又回想到你当初曾经照顾过他们 嗯对啊 就很巧真的很巧 你那时候做看护几年 看护其实没有大概三年多差不多 嗯嗯 对三四年差不多 那时候是在养护中心吗 他算是一个护理之家 嗯嗯 那有趣的就是 也不算有趣 他有那种一般正常可以走动的老人家 哦 就是什么状况都有 也有重症的 也有那个 对也有重症 嗯 所以那些可能是自费来的就对 对啊 都是 欸 住那边不便宜 哈哈哈哈 对啊 都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OK的养护中心 我知道有一些人 有些老人家如果说 呃比较看得开 或经济比较许可的话 他宁愿去住那里 自由自在又有人煮饭嘛 嗯嗯 然后又有人说团康娱乐活动 对不对 嗯嗯嗯对啊 就还满满流适合老人家来了 那可是我走后他们又有推一种新方案 我也觉得不错 类似那种老人学校 嗯 早上八点的时候老人家过去 下午五点再老人家回家 那个我觉得蛮有趣 就像那个日间长照中心就对 那晚上至早可以回家睡觉 嘿对啊 就是晚辈上班的时间 可以把他送到那边 那些交朋友里之类的 其实也是蛮OK的 就像老人的托儿所一样 嗯嗯嗯 就是白天他来这边 然后晚上就回家 这样会对老人家有个好处 他有安全感 因为他晚上还可以回家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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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啊 所以你从这边这样子观察 是不是对人生也有一些不同的体悟 还是你的人生志向还是一样 不同的体悟 你说这本书写了还是 对啊 因为从这个第一本爆红嘛 那后来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又写了这个第二本 你人生志向 有沒有一些不一樣 你在書裡有想到 當你開始往上爬一點點之後 大家對你要求就很多了 對啊 要存錢 要買房子 要結婚 可是 可能這樣講有一點 我後來竟然是想讀書 我自己也嚇一跳 講真的很想去把大學讀完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就突然很想覺得說 很後悔以前沒有把書讀完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現在也是 假如有機會的話 我是希望可以讀書 然後再回長照 這是我目前的 比較理想的狀況 你覺得因為跟你這個出處有關係 然後可能也要跑一些通告 跟外面多接觸之後 讓你自己對未來也有一些期待就對了 不是以前那麼單純 就是每天吃飯睡覺 上班下班這樣子 對啊 就經過這麼多事情 然後再加上工作這樣 突然覺得長照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我蠻可以做也蠻願意去做的事情 因為覺得其實 那時候是覺得 反正顧活人比較麻煩 顧死人比較簡單 對簡單點 可是後來想想覺得 我很喜歡跟老人家那種有溫度的互動 對然後在這邊其實有時候看到就有點難過 還是覺得說那時候長照的時候比較好玩一點點 比較溫暖 對比較溫暖 比較有互動 對 而且像你在工作這個接體之後 有時候看到家屬那種 對 不管是真的哀傷的一面 或者是另外那一面 是不是都讓你有感而發 對啊 就真的 唉呦有時候就跟著覺得很難過 對 因為你服務長照 你至少還能夠來得及幫這些老人家做什麼 對對不對 就陪伴他們這樣子 對 來不及的時候看太多其實對自己也是 不能說沒有影響 也不是說做久了對這沒感覺 只是現在習慣看事情的角度 站的比較遠一點點 不會再那麼近了 不然我之前只要是有奶奶那種送進來的 家屬哭 我真的是莫名其妙在後面跟著流眼淚 對啊 就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比較容易把自己帶進去那個環境裡面 我覺得你很多自己感情就會投射進去 對啊 就想到假如今天那個疼我的奶奶 假如怎麼了 那真的是蠻難過的一件事情 嗯嗯 可是想一想其實這也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事情 總有一天了 對總有一天了 嗯嗯 對那有趣的是我同事像是 我同事有個叫老宅的 他就是他兒子大概20多歲吧 反正他只要暑假暑期看到那種青年出車禍的 他其實也都會流淚 對啊就不管大家做多久其實 只要有一點觸到他們感情最軟的那一塊就開始 是因為他自己的小孩的關係嗎 對因為他自己的小孩的關係 就覺得說 可是我們普遍都是看到嬰兒都會覺得很難過 對啊因為嬰兒 剛出生的生命有時候直接被送過來 不知道是難過還是要替他感到 還好你也沒有來不然也是可能會痛苦 因為我們對新生兒有很多期待 他們人生才剛開始 那對老人家有時候覺得 有時候真的不管是怎麼走的 反而是一種解脫 或者是對家屬是一種解脫對不對 對啊對啊就是有那種感覺 對啊因為有時候這個老人照顧真的是有太多病痛了 然後一直不停的反覆 對啊就是常常我印象比較深刻是之前有個 就是他裝器切的伯伯 其實後來他連東西都不太能吃 就只能喝那種流脂似物 流脂的東西 對啊那時候有一天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在我們那個護理師那邊吃便當 因為有些阿姨就很碎念 所以有時候我一年會拿著便當去跟阿伯聊天 就還可以說話可以跟我對話阿伯聊天 不管是他們講話反反覆覆也好 或是說真的有那種意識跟你聊天也好 反正我就喜歡在他們旁邊閒聊吃飯 其實其實我就問阿伯 其實阿伯挺有錢就家裡挺OK的 生了七個兒子都是兒子沒有女兒 反正我就在旁邊跟阿伯聊說 阿伯阿伯你現在有沒有什麼願望還沒有達到 反正你現在年事也高了 然後我看他身份地位也還不錯 就是當地算是一個財主 對啊就有錢的人這樣 阿伯就跟我講說我還蠻想吃雞腿的 因為他多喝流脂喝多久 對他喝到已經不知道雞腿的味道是怎麼樣 那時候我也是吃了便當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覺得說他那種狀態其實是我一個很羨慕的狀態 就有錢有勢的那種感覺 可是到頭來他的冤枉既然跟我平常做的 每天會做的一件小事是一樣的 我會覺得那種感覺很奇妙 不知道怎麼說出這感覺 他想吃雞腿飯這個就是你每天吃便當在做的事情 對啊然後其實他那種工程名就有感覺 倒是我一直去追求的 當然很小便有錢然後他採足過 可是他竟然有那麼卑微的願望 其實會讓我嚇一跳 因為阿伯他腦袋其實是挺清楚的 對啊但身體不行就對了 對身體真的是不太行 所以這樣講有時候這個人到老的時候 有時候的願望可能就是一個很單純的見識 或者是希望小孩來多看他而已 對啊對啊 好我們來講這本書的書名叫 比據點更悲傷 結果是一篇你跟這個大胖的故事對不對 你們下載一個交友APP 去跟年輕人玩聯誼 這邊很有趣幫我們介紹 據點這個比據點更悲傷的事情 對那就是我之前是跟那個 反正就是火葬廠的那個老齡去 老齡去做那個 玩一個交友APP 那時候好像叫做 eat together就是一起吃飯的 也就是找那種陌生網友在人家附近的 然後想說一起有一個飯局之類 就類似聯誼活動 那是各副各的還是男生都要請 那個有分耶有一些 假如你各副各的他在上面會寫各副各的 就先把規矩講清楚 對就先把規矩講清楚 我知道那如果漂亮的一定是要你付 那如果長得比較一般 那可能就是各副各的 反正大家都無聊這樣 對啊反正就有人推薦我 反正我就去玩 對那玩的時候 應該是說我當接體員之後 每次跟人家講話就變得 有點不一樣 就正常的話題都聊不進去 你聊你工作的話題大家又覺得很 馬上就三條線然後就據點了 對啊反正聊後面不外乎生死 然後就很感慨 那就據點 剛好在那個聚會上面就還 剛好遇到了三個據點 第一個據點就是反正聚會 之前一定要先介紹自己 就是說你做什麼工作的 那做什麼行業的 其實我們30出頭 不知道算老還是算年輕 可是跟那些20出頭的 聊起天來真的會覺得有一點點 而且有落差 對啊落差 感覺差沒幾年 可是這樣聊起來是 有落差 那我看他們的工作也是都還蠻 蠻快樂的那種工作 對啊 那問我們說 你做什麼工作的啊 對 那我就不好意思 剛才講說我賓館顧賓庫的 那我以前人家問我都會說 冷凍進出口啊 就說 欸冷凍進出口 大體冷凍 只有你講冷凍進出口 對啊 對啊 然後他們也覺得 我好像在做那種外國貿易的 那種進出口說 不是欸 也是國內的比較 你沒有聽過的冷凍進出口 然後問我 問完我就笑笑嗎 之後再去問老林說 欸那大哥也是做什麼 那老林其實是我高中同學 反正我進兵庫他進火葬場 對他說他是來做燒烤 對啊 其實 這個是講起來也是蠻可怕 因為有一次我去看他的時候 因為發現有些就是火葬場 他們會看大體燃燒的狀況 有一次我看 為什麼大體燒完之後 他會捲起來那種感覺 一瞬間好像會立 對還會立起來的感覺 做起來的感覺 我那時候就覺得還蠻可怕 我問他說 欸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大體會立起來的感覺 他問我說 你烤過蝦嗎 嗯 你聽聽就 我知道 好像是那個水分燒掉之後 收縮嘛 對就跟蝦一樣 那種感覺 所以 常常我覺得很可怕的事情 在他們就是 習以為常 對習以為常 那他就跟對方講說 他是做燒烤的 欸那對方就很開心的說 欸做燒烤的不錯欸 我下次去你們那邊吃有沒有招待 聚會就到你們那邊 欸對對對 然後那個 老齡人那邊講 味道不知道好不好 我是沒有試過 反正就是人家也會覺得 我們兩個莫名其妙 為什麼講一些怪怪的話 那就是這個聚會的第一個句點 是 對 那聚會開始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 反正酒憨那種 耳樂之後 耳樂之後就開始講一些 就有人要開始屁故事 對啊 屁故事 屁個鬼故事 就那邊講說 欸我們最近這裡好像有人在操場上上吊 你們知不知道這鬼故事 對啊 那時候旁邊的那些小女生一聽到 哇 鬼故事好可怕喔 就興奮又期待那種眼神就來了 又崇拜 對 然後就這要聽他講鬼故事的老齡 就突然一句說 欸大師兄這一句不是你去接的嗎 那時候我邊吃了餐點邊說 欸對啊這句我去接的 就開始去把我捷運的過程 然後接到賓館的狀況 驗屍的時候 家屬來看的時候 然後為什麼是他選擇上吊 就全部都跟他們稍微介紹一下 都差不多有這麼一件事情 那當然可以講的 我就講不可以講的當然就保密嘛 就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講完之後就說 那去火葬場的那部分 就請老齡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剛好你們兩個都接 嘿嘿 對老齡就會講說 那時候送遺癌燒的時候 封關的時候怎麼樣啊 然後送進去的時候家屬很難過啊 然後把灰裝成灌軸給家屬家屬的反應 全部都講出來 當然那群年輕人也是莫名其妙 覺得說 這個又好像太專業了 好像不是他們要聽的那個故事 對 然後就是變成這場聚會的第二個句點 嘿 講完大家也都 而且這個起頭這個小鬼 他心裡一定對你們這個超不爽 因為光芒都被你們兩個搶走了 結果話被你們接下去了 對啊 殊不知我們是幹這行 而且你講的那麼深入那麼專業 其實那些小女生聽起來 可能就不是那種很有趣 可能就會怕得要死 對啊 不然那種氣氛應該要 燈光條暗一點 然後要講一些讓他們嚇到 抓住旁邊的人 因為你講的太真實了 他們那種鬼故事不是要真實 對不對 對啊 然後第三個就在那邊講說 反正就在講一些奇奇怪怪的 又開始了別的 對 有趣的那個事情嘛 就是說欸你有沒有躲過別人的老公啊 或怎麼樣啊 就類似出去外面跟人家亂來 那時候我心裡想說欸 我好像真的躲過別人的老公 我把我今天講出來 就是在講我長照的 做長照那個時候 其實做長照我覺得蠻 蠻不公平的是 今天一個男性患者 他可以選擇男看護照顧 或女看護照顧 對 那今天一個女性患者 他其實只選擇女看護照顧 只能選女生 因為幫他翻身洗澡 對 就像我護理之家也是 他們是 我是進去那護理之家 我是唯一的男生 所以他後來特地把一排移到 全部都是男生 對讓我好去照顧那一排的人 對所以女性的病患 我比較少去接觸 那當然後面就沒辦法 其實因為長照人力很短缺 假如另外一邊有需要幫忙的話 變你要支援就對了 對我還是要支援的 那有時候可能支援一下下 可是還是會遇到 對因為那邊有一個先生 他其實很不喜歡他老婆 被人家 被男生接觸就對了 對 因為其實也是有點年紀 因為比較傳統的觀念就是說 我老婆是不能給別人看到什麼東西 那當然那時候真的是沒辦法 沒辦法這種辦法 反正就是幫忙換個尿布 他換的時候他老公突然進來 進來之後就躲在那個廁所裡面 因為那時候學姐聽到我嚇一跳 就說趕快趕快趕快 你趕快躲在廁所裡面 然後我就躲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心裡是覺得挺委屈的 我就是做一個正常的工作 因為在我眼中 病患真的是沒有男女 只有病人的那種感覺 可是在別人眼中 我這個行為真的是很不妥的 就是還是男性女性的一個差別 可是你眼中只有病人兩個字 對 我就覺得沒有什麼男人女人 那反正是講出來其實 我講到後來其實我自己也蠻難過 就覺得為什麼我去 為病患這樣付出 然後得到的是這種反饋 而且你應該會覺得說 你身為一個男生的照護員 這個為什麼會有性別的差距 可是你們在照護中心 可能男生做的事情 有很多出眾的事情 還真的要男生幫忙 對 可是你們卻只能照顧男生的病人 對啊 反正現在都是 我覺得這觀念可能 可能會慢慢的改變 因為像是 有些奶奶反而是很喜歡 我幫她上下床 就是 力道比較夠 對她覺得力道比較夠 不會轉到一半卡住的那種感覺 因為那時候 不僅是男生也是最年輕的 其實他們偶爾是蠻喜歡的 對啊 有時候這個女生來搬 有時候不小心這個力量怎麼樣 可能也會有狀況 對啊 而且那時候長照發現 其實還蠻有個問題就是 其實蠻多姐姐都是老人照顧老人 就是五六十歲的照顧一個八九十歲 因為年輕人不做 所以都是可能歐巴桑那個年紀去當照護員 對啊 所以總是覺得我想要回長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也想趁年輕的時候 再去做一趟這個工作 對啊 就是像我媽常罵我 就沒什麼前途 整天想體會認真 也沒辦法 因為長照也不能當成長照王 接體也不能當成什麼接體王 接體主任 對啊 就只能固定薪水而已 對啊 就是利難薪水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一直跟我媽講說夠用就好 夠用就好 是不是也是因為你這個 那在這個接體員這個走了幾年之後 回頭又想要來看看長照這些 對啊 多多陪伴這些老人家 因為他們其實在最後那幾年都很孤獨 對啊 真的 看完生之後看死 看完死之後又想看生這種感覺 對啊 對啊 而且你做這行有時候這個就是速度 就是到了接體 趕快趕快趕快 趕快裝裝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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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場又看到很多這個家屬 不管是真傷心或假傷心 反正就看到很多家屬背後那些事情 對啊 那久了也會覺得有點倦怠 是不是 倦怠喔 反而是很害怕跟他們融入一樣的情緒 變成那些人 對啊 這邊就多講個故事 就是去年 我寫第一本書之前 我認識一個網友 網友其實由於這非常嚴重 就有私訊你就對 對有私訊我 然後在去年 平安夜的時候 他被裁員 之前 對 反正跟我聊天 我覺得他蠻可憐的 後來他說他住我家附近 我想說 不然我請你吃個飯 陪他聊聊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就陪他吃個飯跟他聊天 就聊聊聊 在聊的過程中 然後我聽他講話都非常負面 我懂 對啊 可能那時候他剛好也是自殺失敗 或怎麼樣就開始很難過在那邊講 講著講著 反正 不知道我就覺得那女生其實很可憐 可是我不是專業人 對 我沒有辦法幫助他什麼 對我只能請他多想想多想想 我建議他去教會 建議他去找張老師 對 那自從那一次之後我們就沒有再聯絡 那天氣又不穩定 想要做什麼傻事之類的 我就一直勸他說 你不要再多想想多想想 到9月多的時候 我看到他交男朋友跟男朋友一起過生日 我就說很開心 這人終於走出來 因為途中他真的去教會 真的去張老師 都有去治療他的那個病 可是10月多的時候 他留下一封遺書 走了 走了 感情的關係嗎 生病的關係 憂鬱症 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遺書中沒寫很多人 我那希望大師兄去宰他 所以就打來我們這邊了 那我們這邊當然是不會讓我出面 因為我就是一個 就在我之前公司 我必須要躲起來的一個人 對他打來又是直接指名 指名要你 對人家說這是本館創始以來 第一次指名要去宰的 所以我就沒有去服務到 把他送過來這個過程 其實我蠻內疚的 因為那時候跟他聊天 就有稍微講說 假如今天你有發生什麼意外的話 我一定會去幫你 那其實那時候我 還不知道是這個人 是因為他們載回來之後 我把那個思賴打開 發現是他之後 這個是我崩潰的大哭 對啊 其實我跟他只有一面之緣 可是他很相信我 他移出誰都沒寫 就只有寫我要幫他辦後事 那當然他走的方式是非常 用非常激烈的方式 所以是幾乎都是面目全非 對啊 你那時候第一次接觸他 你後來發現他狀況不太穩定 你有沒有試著去通報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機構 可以去預防這些 因為其實這麼說好了 我出第一本書之前 我情緒也不穩定 我有去找老師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沒什麼幫助 可是對我來說沒幫助 不代表對他來說沒幫助 所以我有推薦他去找 那他有傳一些教會的照片 還真的有去 還真的有去我照老師的照片 其實我也挺開心的 因為我看到他跟他男朋友 在一起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真心覺得他病好 真心覺得他走出來 所以只要不到一個月 就是我去接手他的遺體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很難過 其實這種事情 有時候找到另外一半的話 這個交往有時候 我倒覺得有時候反而會 如果說萬一又吵架的話 可能會加重他的病情 那如果說當然好的 會把它慢慢導到一個好的方向 對的確這樣 可是我後來不斷的在看我跟他的賴對話 就是發生那件事情之後 我不斷的在看我跟他的賴對話 我覺得說其實在我眼中看來 我真的生前我真的做的我已經盡力了 因為我一直很懷疏是我做的不夠多 或是說我今天有沒有幫到他的地方 我後來一直看待 就覺得回顧那個時候 就覺得說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也會選擇指引導他 然後我不知道我還能幫他什麼 對啊 那可能是我初初到現在遇到最挫折的一件事 就是這樣 其實他也讓我覺得說做這工作 假如真的接到熟人的話 真的很難過 還有就是寫書這種東西 是不是一件好事 對就讓我有這種感覺 剛好是我第二本書出不久之後發生的事 我有還不錯的是他媽媽非常感謝我 對他說我女兒生前非常愛看你的書 對那他的願望 他遺願就是請你辦他的上司 他是這樣跟我們櫃台小姐講 對那我們櫃台小姐再轉述給我 我第二天聽到這個我就更難過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幫他什麼 其實我是殯儀館的解體 我不是外面這樣醫生 可是我用所有的方法 我能做的我能拜託的 就是送花每天去他臨前上校 那這是我能做的 就是盡量去 也不算幫忙啊 就是表達我慰問之情 也只能這樣而已 對啊 不過至少在他最後這一年 有你的一些關心跟陪伴 這樣子 因為其實如果即使不遇到你 可是可能最後結局還是會一樣 對啊 因為如果他沒有家人更強力的支持 或是更多朋友的關心 可能只是早發病 或是晚發病的一個問題 對啊 所以出書給我最大的困難應該是 我光出書那一年 我就認識了可能20多個有憂鬱症 就是 就私訊跟你聊天 對私訊跟我聊說 對啊 那我其實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我其實曾有一度是多撈谷底 可是近幾年我的心態 就是慢慢建立完全 當然每個人 我其實我有跟他女兒講過 就是老天爺給每個人發的考卷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可能就是一加一等二那麼簡單 有些人是加減乘數 現在還要開根號什麼不等事 很複雜 對 那你的考卷不一定我會寫 我的考卷不一定你會寫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他能靠自己走出他的低潮 怎麼說 因為我總覺得 就我的經驗 我是覺得沒有人拿得起我 我都是靠我自己爬起來 對 那我沒有辦法去確認別人到底是什麼經歷 就好像他跟我講說 他有個很不好的家庭關係 很不好的家庭狀況 可是我聽到他父親母親在他遺體前哭 在他遺體前叫他好走之後 我開始懷疑他那些話 到底是他覺得愛不夠 還是父母給他很多愛 他沒有感受到 所以一直以來我對於生病的人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覺得假如我人生還有機會的話 就是還有別人 我蠻希望去幫助他們 不管是做長照也好 不管是去做那種輔導也罷 就是類似加入長老師或心理諮詢 其實我蠻想做的 因為有時候拉不起人的感覺 有些是很難過的感覺 因為這些是你意外去承擔的 因為本來如果沒有出書 也不會有這麼多人跟你講他的故事 可是我覺得很麻煩是 當你知道他的故事之後 你又不能夠把他的事情 透露給他的朋友或他的家人 因為會破壞你們的信任感對不對 那譬如說你想盡辦法去找到 他爸媽的臉書 私訊告訴他的女兒 或你兒子有這種狀況 你們要多關心他 可能爸媽也許又把他罵一頓 然後當事人又來罵你說你怎麼怎麼 所以這個很兩難 這只能 我不知道要給他鼓勵還是怎麼樣 因為給他鼓勵 其實要他感受到才叫鼓勵 不然就叫廢話 那你有沒有想去念點心理學相關的東西 至少老天爺給你這個使命 以後你如果有機會 能夠更有一些東西能夠幫助他們 我這時候去讀書就想念心理學 真的 只不過我想去做廠照是因為我覺得 我可沒有那麼厲害 就讀完書之後可能跟現在差不多 所以我才想去做廠照 那假如有機會的話 當然是往心理學發展比較好 就至少有心理學背景的廠照員 要是多一個專業就對了 講一下你的搭檔好不好 那個大胖 他還是那麼愛喝賣香嗎 對啊大胖還是一樣很愛喝賣香 而且越來越胖跟我一樣 他都賣香紅茶是不是 對啊賣香紅茶 以前我也很愛喝 後來我現在發現賣香紅茶好甜 對 後來就改喝賣香綠茶 綠茶稍微比較不甜 可是我那時候想法就很天正 我說既然一樣的錢 我當然要買糖多一點 幹嘛買那個綠茶糖那麼少 對啊 現在就不太敢喝 現在就喝無糖 他也是還不錯啦 反正原本是家裡蹲 然後現在至少有一份工作 家人都對他算是支持的 也是蠻欣慰的啦 對啊但可能是太久沒工作 像今年他就莫名其妙得一場怪病 這隻腳突然走路起來怪怪的 對那去檢查也沒什麼事 就在醫院大概躺了一個多禮拜腳就好了 對啊 我就蠻玄奇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因為體重的關係 所以造成可能 可能那時候檢查出來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當然體重 我覺得體重有一定的關係 因為他真的很重 對啊 講一下你最後這幾篇 有一篇你講到這個大胖有時候 有一次他還假裝當作三星人士 要幫人家縫大體這樣子 結果你還真的被他耍 對啊因為那一次是 反正那一次也是有個案件 蠻淒慘的 需要有人來做縫補 對對對 就家屬沒錢就對了 對對對 那葬儀社其實 因為像這種 有些善心縫補的 有一些 我只能說有一些 他為了可能名聲比較好 他會不收錢 可是有一些他會 連人都不讓你知道他是誰 嗯 就他是為善不欲人之那種 因為他們不是專業的 哦 就可能是 我是這樣一次我學過一點縫補 那縫的當然也不會說特別漂亮 可是我可以幫你這個嗎 就願意免費幫你縫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做完新的 對然後看之後你要給新意或不給新意 其實都沒他 對他來說都沒什麼 嗯嗯 就是空空的可能 說難聽點有時候練個技術還是什麼也有可能 是 對對對 反正那時候我就在猜說 善心人士到底是誰 對那時候剛好大胖就拿著他的箱子過來 一副就很專業的樣子 對對對 就像馮埔箱 對對對像馮埔箱 嗯 欸過我想說不會吧 既然他有去學馮埔 真的很厲害 就隱瞞你這麼久 你完全都不知道 對對對 就箱子打開來是他的飲料 哇 賣箱跟賓款 哈哈哈哈 所以他還蠻幽默的還會搞笑一下 對啊因為 其實在警衛室也沒冰箱啊 有個冰塊就不錯了 嗯 對像我前幾天看到他去把那個 讚一色不要的花 嗯 把他擠走下來放在警衛室前面 哇那看起來就好漂亮喔 喔還會佈置一下 對啊我跟他說 欸大胖你怎麼這種賢情意志 他說反正那花不要 他說你不早講我送你對給你 哈哈哈哈 其實這樣會撿到花 用拜完一次就丟了 對啊很多都拜完一次就把它丟掉 嗯 然後結果後來那個 真的來豐埔的還是讓你嚇一跳 是個開鈴車的司機 對啊那也是一個司機大哥 有時候我其實覺得這邊蠻厲害的 就像我有常常去外面買早餐 人家問我說欸今天日子大嗎 然後燒的人多嗎 或者最近什麼意外怎樣 那我一直以為他只是跟我聊天 然後我回去問一下我的同事 那今天喔 那今天喔 那今天有客人 有那個往生者的時候 他就是葬儀社老闆 嗯 沒往生者的時候他就是早餐店老闆 我說哇真的假的 他就說欸對啊 這邊都這樣啊 你看那個賣輪胎的也是啊 有生意就變成葬儀社老闆 你租房子租給那個變成意外 變成兇宅的那個房東都很倒楣 可是居然有一些房東是無所謂的 對他們本身就葬儀社 自己可以搶快第一個這個撈到生意 對啊對啊 而且他可能買的本來就是兇宅 對兇宅改建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欸你不怕 這樣兇宅改建完你住起來很可怕嗎 他說我不怕 只要我的房客不怕就好 我怕不怕 因為是別人住啊 不是他租啊 而且他用便宜的房子買進來 然後租便宜的價錢 一定會有需要便宜房子的人來租 那這種人通常狀況會比較多 所以他們可能就比較會發生事情 因為就是經濟不穩定才要租便宜的房子 對啊 因為有一些就習慣啊 就當愛心在做 那有賺到當然是多賺的 反正平常也賺他們房租了 對啊 其實這種心態也不能說不好 對啊 至少蠻聰明 就像你講的一條龍的產業 對啊 這是一條龍的產業 什麼都自己賺這樣子 要不然你在裡面解好幾篇 你去這個接大體 發現這個是租的 通常都看到房東在旁邊醜眉苦臉 因為慘的房子變凶宅 對啊 有些房東真的很倒楣 對啊 之前也是去一個三年內的房子 對那個也是很倒楣 新房子在裡面很容易發生意外的 就是客藥 對有很多那種客藥有錢的 然後就是租那種新房子開名車 開趴嘛 對開趴嘛 所以他要租好一點的房子 對啊 那時候現場味道非常濃 因為那一動之後 那他一戶而已 其他都還沒賣掉了 對 你那時候說有一個新建案就對了 對啊 就這樣 進去的時候也是 每個人嘴巴都閉起來 這味道真的受不了好臭 這只有一個人完全沒有聞到味道 這樣子在那邊看著 那個就是房東 因為味道已經沒有辦法影響到他的心智了 他有更煩惱的問題要去面對 因為他傷心過度 對啊 因為警察都還跟我們戒律有精滴鼻子 因為他味道真的很重 那房東完全都沒有味道 都沒有聞到的感覺 應該是面無血色然後灑在那裡 對啊 每次看到房東就覺得 有時候那表情比王生者更加的可怕 更像死人 而且你在書裡有寫 他這個面無表情 然後整個人糾結在那裡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他說他租給他的時候 是看他好像是有錢的年輕人看著跑車 怎麼知道就這樣子就走 對啊 反正對於那種吃藥的真的是 也是覺得特別 不能用常理來判斷 因為平常看起來也還蠻正常的 有在吃藥 常常我們去街道都是年輕人 有些還包著尿鋪 因為那個膀胱受損 對啊 也是蠻慘的 你要不要講講老奶奶的椅子 這邊也很聳動 說你們到一個很鄉下的地方去接個老奶奶 結果左林右舍都說 當天早上還跟他打招呼 可是你們判斷的話 其實他應該往生一段時間 對啊 變懸暗 那時候其實是蠻扯的就是 那老奶奶那時候被發現的時候是 反正那就是外面的一個很小的一個村莊 對那天是村長 反正村長會有事每次會關心一下村內的一些老人 要關心一下繞來繞去 對繞來繞去 然後那天去關心到這家奶奶的房子的時候 那奶奶已經 就是躺在床上 很明顯死亡了 對那時候 就找警察來 那警察就去 叫我們過去載 那叫我們過去載的時候 順便要去送件給那些法醫 問他們說要幾點祥宴 可是這件事比較奇怪的是 法醫覺得要現場驗 因為我們要現場驗的其實蠻少的 蠻少遇到他們要來現場驗 一般來說都是載回去殯儀館 因為這種是很正常的那種終老就對了 理論上應該沒有什麼意外 對啊 遇到現場驗的有可能是 有兇殺的嫌疑 所以像是那邊 我覺得為什麼現場驗有可能是 因為找不到他的皮包 現場警察找不到他的皮包 所以有可能是 人家會以為是兇案或幹嘛 所以檢察官那時候就說 我們要來現場相驗 那我們在那邊等 等了也蠻久的 等的時候就跟隔壁 隔壁鄰居很喜歡找我們聊天 好奇嗎 因為鄉下地方 哎呀就說套炸好 還怕久了 那怎麼為什麼現在會變得 已經死掉了 或怎麼樣 那小朋友在那邊講 奶奶早上不是還好 怎麼現在這麼突然就走掉或怎樣 那我們就 反正就跟他們閒聊就發現 奶奶也是走得很突然 嗯 可是等到真正的檢察官跟法醫來的時候才發現 欸 這奶奶應該是初步來看應該是昨天晚上就往生了 看她大體的狀況啊 可以判斷 對 稍微判斷一下說 這不太可能今天早上走的 怎麼會是 怎麼你們今天早上才看過她 就是講起來大家心裡都覺得 哎呦毛毛的 毛毛的 想說不對啊 我們早上都還看到她跟她打招呼 因為她有一張椅子在外面 那這件事比較有趣的就是反正那時候相驗的時候 相驗完之後出來他們會類似有一個 類似訊問台在訊問一些 嗯 就是說你發現者說你從什麼時候發現了 或外面的村民說 你早上看到她晚上看到她 去對一些人的供詞 嗯 應該算供詞啦 反正就要把這些事情理出一個 要確認到底是有無他殺的嫌疑 對對對 理出一個結論這樣 嗯 問了每一個人都說 早上真的有看到她 早上真的有看到她 欸就是做你現在檢察官做的那張椅子 我檢察官那時候一聽著 哇有點想跳一下 屁股挪一下 對啊 因為每個人都這樣講 嗯 後來其實我們也是覺得蠻選的 因為兩邊的說詞真的對不起來 嗯 那送來我們殯儀館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沒有在追這件事的後續 因為我常常我們 有些事情真的是追不到結尾 嗯 對 可是當初我去協助的葬儀士他們說 後來有掉那個件石器 入口的監視器 對 按下入口的監視器 出來看 發現其實大家都跟那椅子在打招呼 嗯 對 就經過的時候看到那椅子點點頭 就覺得奇怪為什麼他跟那張椅子在打招呼 究竟老奶奶那個時候是不是 所以椅子是空的 椅子是空的 就是監視器畫面的椅子空的 所以大家經過就跟他點個頭 所以兩邊講的都是真貨 就是真的是一段時間走了 可是真的有看到老奶奶就對了 對 那個老奶奶連人家說 坐在那邊很久了 就是在整個 類似都會等兒子回來幹嘛 他是獨居 可是他還是有家屬的 對 就很喜歡坐在那椅子那邊 等下我來看看 等下我要看他 對啊 所以那天早上非常多人說 有看到老奶奶一樣坐在那張椅子上 就實際的死亡時間 的確是晚上 所以你經營那麼多 會不會常常有人問你說 那你到底相不相信有鬼有靈魂 是不是大家都會問你 對啊 其實蠻多人在問這問題的 因為我本身是算不太信 應該是說我那邊的人都不太信 看多了 對啊 像我們職業班 對啊 常常看到那個電動門開油管 開油管 也沒有風 旁邊也沒有那種 類似計程車的那個 類似 對講機有時候會有電波干擾 紮音 對對對 那電動門應該是有野貓吧 也是沒有野貓 因為我們就看著他 然後前面也沒東西 開了油管 開了油管 然後我們覺得反正就直接把那個電斷掉 然後門就打開了開 有一次我就問我同事說 你有沒有看到門開了油管 開了油管 他說有啊 那你感覺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都已經習以為常了 面對一些 可能別人眼中覺得很奇怪的事 其實可能就秀都而已 故障了 大家就想太多 對那有一次晚上 他是突然就是 還沒夾起來的時候就彈開 還沒夾起來的時候彈開 那時候我就看的時候還蠻可怕的 可是我第一 就看到那一瞬間 我是想拿手機出來錄 你知道嗎 就是可能中間有個隱形的東西卡住 對啊 這個好可怕我想錄下來 就旁邊的家屬看到先尖叫 你們怎麼這樣子 對啊 那 怎麼說呢 這個你說算小靈異嗎 我們都不以為意 對啊 然後就像我們晚上會去那種 別的遺體送進來 我們要把他送進冰庫 嗯 送進冰庫其實我們給家屬看完遺體狀況 就說確認一下正寧爸爸媽 確認一下正寧爸爸媽媽 對還要確認 對確認完之後他們就離開了 暫時也離開了 那我們就要一個人把他推到裡面去 對放冰庫 對啊 那有時候因為旁邊會有一些就是 可能隔天要洗鍊 所以他會前一天拿出來退冰 退冰他會把這個時代全拉開 就讓遺體會漏在外面這樣 那你就會反而覺得說上面好像有一個人在看著你 因為我們冰庫可能呢 對可能是往底下這樣放 那放的時候你是蹲下來 然後旁邊都是一些 對大體就會覺得 啊這感覺特別詭異 那說怕不怕鬼信不信神 其實我覺得在那邊工作 不要相信有鬼比較好 不然你會一直嚇自己嚇自己的感覺 風吹草動的你都會 對風吹草動你會覺得 像我常常都會覺得說 他剛剛的臉到底是看左邊還看右邊 對就沒有辦法沒有辦法看他的臉 到底是看左邊看右邊 那有時候也是會遇到一些覺得比較靈異的事情 對啊那只能用科學去解釋說 對啊那其實就像有一次我去一個火場 那是被火燒死了 他在家裡自讀 對然後自讀引起大火 對 然後他躲在陽台裡那邊 然後就被燒死了 因為那時候到現場我覺得搬運困難 所以我就拍照回船 就說這個可能還要請人支援 然後就 就把他帶裡拍一些照片 然後回去傳給我們那個公司的人說 因為大體的狀況這樣 所以我們需要有人來支援 那他看了照片也說 好啊那我就派人來支援 在支援的人來的時候又再繼續拍照 對因為我們拍完照就下來 就跟建設在下面聊天 也沒有去動大體裡面幹嘛 他來的時候就在那邊拍照 拍完照之後我們就把遺體搬走了 因為那個有時候覺得那種死法其實怨氣很重 因為他是在陽台活活被燒死 對 很詭異的是鄰居就說他沒有叫 因為他好像怕他做毒被發現還是幹嘛 憋著 對憋著 對所以他在那邊很年輕的 很年輕的一個小貨子 對啊 那天 那這件事過完之後的幾個月無聊 我們就在辦公室聊天 聊聊聊聊 就在講講起這件事 大家就在回想說 那天那個阿迪亞 那天那個阿迪亞為什麼在笑 就老司機啊 他說為什麼在笑 我說沒有啊哪有笑 我說我拍照的時候 怎麼覺得他好像在笑的感覺 我說幹 幫我手機拿出來比一下 原來照片 其實我照片沒刪的原因 是因為我怕再看到一次 我這人比較膽小 所以我都放在手機上 能滑過去就滑過去 沒有特意去刪掉 好我就把那照片拿出來看一下 詭異的是我跟他照片拍的人 手的方向跟嘴角的那種角度都不一樣 我就覺得很奇妙 為什麼他來大概花了20分鐘 20分鐘我們全部都沒有上去 為什麼我照片跟他的照片拍起來 不一樣 竟然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的是在笑你的沒有 對他的類似在笑 而且手放的位置也不太一樣 我那時候就在想說是不是角度的問題 他不是很可能 因為我拍了五六張 他也拍了五六張 就三星半夜之後 我兩個人在看的那照片 其實有時候覺得蠻可怕的 毛毛的 然後我就說 到底我們要怎麼解釋他 他說會不會是燒完之後 有點縮回去的那種感覺 幹的 對 肉會縮的感覺 對 我們也只能這樣 這樣給他下定論 因為有時候看到那照片真的 為什麼兩個看起來可以插成這樣 也是覺得心裡毛毛的 對 因為他那種狀況應該 那個身體整個都乾扁了 所以可能會脫水的狀態 可能就會稍微這個 就可能手掉下來 對 肢體就會睡 對 那只是一樣的人 一樣的地點 然後拿起來的那照片這樣 一比對下來 哇塞 居然是差很多 就只能自我安慰說 一定有科學的解釋 對 一定就是用科學去把那些神鬼蓋過 最後大師兄講一下你這本書 書底的這個照片 你非常勇敢的露出你的這個房間 對啊 然後臉戴一個面具 為什麼想要放這張照片 出版社是說 希望有那種宅的那種感覺 就把你真的房間 宅的房間拍出來 對 就是個宅男的房間 所以你裡面看的幾乎都是動漫這些東西 對啊 所以這是你生活的其他樂趣就對了 對啊 平常放進來這沒什麼實感 然後這台電腦就是你打電動用的 因為螢幕還這麼大 對啊 好 今天非常謝謝大師兄為大家介紹他的新書 比據點更悲傷 寶瓶文化出版 謝謝大師兄 大家好 我是大師兄 大師兄 我們來講一下 你這個去年突然被調到火葬場 一開始非常錯愕對不對 對啊 其實我前面這個算是沒什麼辦法接受 因為自己其實本身就很怕熱 然後這怕熱其實是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其實說自己在冰窟舒適 全包圍會不會太不好 可是真的是冰窟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當那邊的工作已經得心應手了 至少我每天上班都還蠻有目標的 都知道我今天可能要去做哪些讓我有成就感的事情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這輩子一直在追一個被需要的感覺 就這點是從我做長照的時候發現的 對 因為我之前做的工作就真的不知道 就為了錢而去工作 所以就覺得工作起來好像缺少了一點點東西 那我在冰窟的時候每天就是 上班時假如有那個社會局或警察電話打來 我就知道我們該出門了 我們出門都是服務那些要嘛就是社會局下面的案件 要嘛就是無名師 要嘛就臨時出意外找不到家人的遺體 所以我會覺得說我出門就是為了 將那些海在外面可能吹風領域 或是在外面很久的那些往生者 帶到我們的冰窟好好休息這樣 等到家屬來認他或是來幫他做一些冰障的服務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每天這麼做其實很有成就感 那除了我在冰窟除了出去外面捷運之外 有時候待在冰窟其實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我們待在冰窟有時候過著冰窟 那有一些往生者的家屬可能是 一時在醫院沒有看到往生者 那他趕過來殯儀館要看他最後一面 我通常都會過去冰窟 將那個冰窟打開然後往生者一體拉出來 讓他可能有一些話要跟往生者說 不管是思念不管是難過不管是道歉或什麼 反正很多情緒在那時候就會爆發出來 那其實我在旁邊看我就覺得很有感覺 因為這冰窟是人的你人生中少了一個人 那你一定有很多話來不及說或幹嘛 所以那時候我聽其實我就覺得每天都有新的觀念 在我腦海中這樣徘徊著 那我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其實我本身自己有寫遺書的習慣 對那我的遺書其實就沒有說誰對我很重要 我愛誰或我要想跟誰和解我都沒有寫 基本上我都不寫情感的事情 對我只是寫說我的錢放哪裡 分配財產 對然後我想要怎麼辦我的賞禮 那我照片想要什麼照片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的告別事 就是我要跟那些在意我的人說聲再見 所以我的遺書裡面會寫說一定要請誰來 那個人對我很重要 因為其實很多人現在都是這樣突然間是走掉 其實家屬一時之間也不知道 錯手不及 對也不知道到時候我要聯絡誰要幹嘛這樣 那的確有些人在我生命中很重要 可是我媽媽並不一定知道 所以我會把這些資訊留在我的遺書中 那我要選一張最帥的照片 對至少是告別事就是我要跟他們說再見 所以應該是我是主角我做決定 因為常常看到一些商禮就是 反正往生以後就是 其他一次都是給兒孫輩或是家人辦 其實我有時候看了我覺得蠻可惜的 這蠻可惜的 而且有時候家屬越多這個意見越多 所以有時候如果自己能夠提早做一些準備 所以也能夠減少家屬之間的紛爭 對啊 就因為這樣的情況下我就覺得 哇我在冰塊好像過得太舒服了 所以一到火葬場 其實我那天 我真的是拎著早餐去上班 然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開個會議出來之後 哎呦我變火葬場了 這其實很錯愕 可是 所以它是算是正常的調動嗎 對對對其實正常的調動 幾年都會輪一下就對了 就稍微幾年會輪一下 那我是特別是因為 呃整個賓館除了我之外 大家都待過冰庫跟火葬場 的確的確有一天會輪到我 可是我沒想到那麼快 就是在我正覺得 嗯過得還不錯的狀況下 我甚至連冰庫的書我都寫了一點 就我第三本書原本還是要寫冰庫的故事 對對對 那我寫到一半發現 欸我被丟到火葬場 那所以我的故事算是被夭戰 所以我新書裡面會發現 我冰庫跟火葬場的故事都有 就是因為我做到一半就是被吊中 那去火葬場也不是說不好 可是就是我講白一點 就是為了錢還是要工作 因為我就是做工的 對那的確我需要這份工作 我需要這份薪水 所以去火葬場我也覺得 應該可以漸漸習慣 只是我一開始在火葬場 我找不到一個成就感 或者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那邊做事 可能每天工作就是為了賺錢這樣 因為火葬場其實就是很看日子的一個地方 今天一個大日子 什麼黃道吉日 其實我們就很忙很忙很忙 甚至忘了會 我講工作的品質就好 今天假如一天火化50句 跟一天火化5句 那個服務品質一定有差 所以真的會讓我覺得忙到我只是在做事而已 小日子有時候就很閒 也沒有什麼人過來 可能自己找事情做或幹嘛 其實有時候我找不到那個感覺 就是上班的意義在哪裡 對就是大日子忙得要死 小日子突然就很閒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像過去在冰庫 對 就是很累 然後跟 閒到不知道怎麼做 很累要嘛就很閒 就兩種而已 對 所以 其實我在火化場最難接受的就是我在把人家火化那一刻 就從一個人 退進去的時候 對 我在後台看到這個人從有到無 是因為我操控了機器發射一把火慢把它火化掉 我甚至覺得我好像在殺一個人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排斥 因為火化比如說已經兩個小時然後就推出來 其實我要在後面一直看那個火化的狀況 那通常頭是朝我這邊 所以我常常會看著他眼睛 有時候我也覺得 哇 他是不是在等我 對啊 可是火戰場他的環境相對比較累 而且這個也比較燥熱 那是不是相對 他的待遇是不是有稍微加急一點 其實跟冰庫一樣 是一樣 所以就是正常輪調就對了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冰庫有冰庫的缺點 就是冰庫在出去外面接運遺體的時候 其實那個遺體的狀況 對 很難預期 對很難預期 再加上前一陣子其實 大家也知道疫情 對 確診 所以我們出去外面都要用最高的規格去 對待每一句的送來的往生者 所以其實有時候覺得我在那個時候 剛好被調到環庫 蘇丁不是件壞事 那個時候覺得 後來是覺得這樣 就不用去接大體就對 對 因為那時候其實冰庫人都很怕 因為這種案子 因為我們接的都是無名師 他在外面往生 也不知道因為他是什麼冰往生 因為沒有辦法直接去驗 一定要我們接回來 過兩三天我們提心吊膽才知道說 他是狀況 對他的狀況是怎樣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在那時候 就是有好有壞 那你大概待了多久才慢慢調食 大概是待了 因為菜鳥前一兩個月 真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時候太熱 然後再加上 體力活會比較多 所以前面一兩個月沒有辦法去 好好地想這件事 對想這件事 大概在第三個月 有一次我在幫人家裝罐子的時候 這件事其實我沒有寫在書上 因為這故事有點 我不知道怎麼寫 因為那時候我在幫一個往生者裝罐子 那個往生者的骨頭裡面的鋼釘很多 他很多的鐵片指甲怎樣 就超級多 那我在撿的時候突然 就是媽媽帶一個小朋友來撿爸爸的骨頭 那一個小朋友就問媽媽說 媽媽為什麼爸爸的身上都是鐵 對 那時候媽媽就跟他講說 因為你爸爸是無敵鐵金剛 是個超人這樣 他每天工作 其實他就是因為在工地摔下來受傷 所以他身體在很多鐵片 很多骨折的治療就對了 然後他在醫院躺了一陣子往生 所以他身上有很多那種東西 那時候小朋友聽到就覺得 我覺得我覺得他感覺他爸爸好像不是那一個 他印象中一直躺在床上的那一個人 應該是個無敵鐵金剛之類的 所以我就稍微有點感觸 我就跟小朋友這樣閒聊 聊聊這個過程之後 我才知道說其實檢古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 跟家屬 假如他願意跟我閒聊的話 我可以在這中間得到一些 也算是滿深的啟發的 我懂 對因為火葬場 就是在莊冠的時候 就是一個喪禮最後最後那一個流程 對啊所以 我是覺得說那一段時間 就那個流程中應該有很多值得我去 去找尋一些成就的地方 對啊 我懂 就是那一次讓你發現 你在這個工作上是有意義的 在莊冠的過程 是可以安慰到家屬的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跟他說話 對啊 如果你是個 比較沒有這個放入個人感情的話 就是把他工作迅速的做完 交給家屬就好 對啊 其實 其實我那時候入冰上夜之前 我對火葬場的印象很不好 因為我父親那時候往生 那時候是請 因為那時候我是辦不用錢的一個公計 所以是請那個政府委外 讓他站一車來處理 我一直以為不用錢的那種 商禮來的一定是那種 阿迪不達 那些阿迪亞可能是 品質比較低 結果來處理我爸上是那些人 真的服務很不錯 很不錯 值得我把我父親整個 就是後事讓他們辦 雖然那是不用錢的兩個公計 可是我還是覺得他們品質很好 那個時候是這麼覺得 可是到火葬場就有點改觀了 因為 那時候我記得幫我爸裝罐的大哥 其實他的流程是沒錯的 因為有時候骨量太多 骨頭裝不進骨灰罐 他就會拿一根類似木棍 然後用搗碎 就是要把骨頭稍微壓一點 對對對 可是他那時候完全都沒有跟我講 他要做什麼 他只是拿個棍子 然後往我爸的骨頭身上這樣一錘一錘 我就覺得 上那天我就覺得說他蠻不尊重我 那個時候覺得 因為我覺得說 我今天就是一個家屬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事 我只知道你來跟棍子這樣壓我爸 我就覺得 自己會覺得有點難過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以後一定要當像專業的李醫師 千萬不要當火葬場那種用錘子亂敲人 那個火葬場人員 誰知道因錯陽差我竟然當火葬場人員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我都會跟家屬講說 假如他骨量太多 我就會回頭跟家屬講一句說 不好意思 因為往生者現在骨量太多 我等一下會稍微做一個倒的動作 如果你看了覺得不舒服的話 你可以別過頭 迴避一下 對對對 因為我是覺得有這句話跟沒有這句話 差很多 在家屬的心中會差很多 你就告知一下也好 因為通常我講這句話 有些葬儀社就會直接講說 沒關係 你用就好 可是我這句話是要講給家屬聽 家屬聽 而不是葬儀社會覺得說 你要趕快趕快趕快 所以不然 有時候葬儀社臉社多難看 我這句話還是要說 因為我覺得 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同理心的話 其實他也只想趕快完成工作 對啊 下班而已 大家都一樣 好 其實這本書的紀錄很多 你後來 不管是在火化過程 以及在檢古 跟很多 重點是很多家屬的一個互動 以及也勾起了你個人的很多事情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自己真的覺得說 有時候互動真的會想起自己的事情 比如說 我那裡面有一篇叫做一路好走 其實我對這一篇蠻有印象的 因為那時候我是來檢古 我那時候剛學檢古 其實有時候不太懂得怎麼檢 那我那時候是跟一個老大哥學 那老大哥其實他之前有生病 他就是癌症摸起 可是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是撐過來 因為其實講難聽一點 那時候我們一直在想說 如果他今天走掉 我們要找新人很麻煩 因為大家都不看好他 他那時候的確也很嚴重 我懂 對 所以他我那時候去火光場的時候 他已經治療完回來 所以他那時候帶著一根筆味罐來上班 我硬撐上班 對我每次看他跟筆味罐就很猛 其實他應該可以在家休息 可是他就是 為了錢 對 還是一樣為了生活 這樣難聽一點 大家在那環境工作上就是為了生活 所以他來的時候就教我裝罐 我就跟他一起裝那個 我們那時候是裝一個一大一小的罐子 就是一個媽媽帶著小朋友去燒炭的罐子 就是他們的喪失 我們後來要把它裝成鬼罐 他裝媽媽我裝小朋友 我在裝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慢慢知道 就骨頭的顏色跟 他的那種硬度來知道說 他大概是什麼年紀的人 對 那時候我就看骨頭這個潔白無瑕 然後看起來蠻漂亮 牙齒又很好 就開始在幻想說 這應該是怎樣的一個小朋友 再看看他 骨灰罐上面的照片 哇真的好可愛 一個好可愛的小朋友 就是在這麼小的年紀 被送來這邊 那現在我在幫他服務 所以其實多少會有點不捨 對 就裝著裝著裝著 那個學長就跟我講說 你覺不覺得這媽媽很沒有良心 就是 這樣要帶著小朋友一起去燒 強迫把小朋友帶走 對帶去燒炭 因為那小朋友我看應該是不到10歲 應該是六七歲的樣子 其實他人生也才剛開始 那為什麼要這樣就把小朋友帶走 可是我的家庭背景比較不同 是我媽媽 算是她把我拉拔長大 所以我一直覺得 假如今天我媽撐不住 她把我帶走 我也很開心 因為至少媽媽是牽著我的手 我們也可以一起走 這是我的感覺 可是對她來說 她有結婚她有小朋友 她小朋友也發展得很好 她會覺得說其實人就是要給下一代一個機會 對 你今天既然可以把她生下來 可是你不能帶走她 你不能輕易的就帶走她 那小朋友以後有什麼發展 那是她自己的一個規劃這樣 不能因為就是你覺得自己爛 你小朋友就會一樣爛 其實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還是抱持我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說她媽媽一定很溫柔把她帶走 因為對啊 就是我覺得 你比較感性 而且通常會帶走的原因都是怕小孩子沒有人照顧 對 所以她無法獨自生存在這個社會上 所以她選擇把她帶走這樣 對啊 那我真的覺得每個人都沒有錯 就我的想法跟學長的想法其實都沒有錯 只是我後來的時候 深深的發現其實每個人生長背景不一樣 對於死亡這件事的體會 或是對於一些事件其實也各有各的解讀 對 因為你過去的生長環境會造成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不同 像你的學長是覺得她應該不應該被帶走 而且是她有自己選擇的這個權利 其實說實在 這個即使她真的一個人被留下來 我們國家社會也不可能不管她 所以也許她在到了另外一個環境 她會走出她自己的另外一片天地 對啊 所以這件真的是 讓我覺得這印象很深刻 真的很深刻 不過這邊你是有講到所謂的這個 如果你的親人過去如果小時候對你不好 那當他離開的時候 你最後在跪拜的時候你願不願意 像你的學長是 有一個你的學長就打死都不要 對啊 因為過去被虐待或者是怎麼樣 對啊 其實通常我們在環境前面會跪下課三個想同 那有些李醫師會講 有些李醫師不會講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是李醫師弄出來的詞 他是說跪有三個意思 第一個跪是感謝父母 就感謝 假如今天是父母的話 感謝父母生育之恩 再來就是感謝父母養育之恩 那一共有三個恩要感謝 其實我那時候其實就想起我的父親 對啊 生育之恩我真的很感謝他 講真的我真的很感謝他 他帶領我到這個世界 不論我過得好或不好 我遇到了很多值得我去珍惜的回憶 我的外婆我的媽媽還有現在養的狗女兒 我真的覺得很感謝他帶我到這個世界至少 我可以感受到那麼多美好的食物 那就是養跟交沒有 養跟交對阿交的話我覺得勉強有 因為他這用他這一輩子讓我覺得說不能像他一樣 對負面也是教育 對我覺得負面也是教育 因為他不管做什麼 就欠錢跑掉 或是外面搞外遇 或是反正做一些阿里布達的 我都覺得我在旁邊看了 因為他搞完事之後就跑掉 所以債主來我家不是找我媽就找我 當然了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心裡就覺得說 我以後一定不能跟他一樣 不可以高利在絕對不能接 我現在連錢我甚至連錢我都不會去接 因為我覺得有多少花多少 對就是不要像他一樣 所以曾經我要叫叔叔的他畫一遍債主 然後又要翻臉怎樣 就是外面他的朋友 甚至連商禮的時候我半年有攻擊 其實我拿起他手機 我一個朋友都沒辦法打 他一個朋友我都沒辦法通知 因為他已經沒朋友了 我那時候就覺得有點難 有人替他難過 對阿 那養育我真的說不出來 因為養育真的 我在我有印象中就是我媽媽賺錢養我 對阿 也許他在你很小的時候他有一點有付出一點 對阿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媽媽甚至是 就他白天在上班在市場上班 他晚上回來的時候是去鴨肉店打工 就幫忙切鴨肉洗菜 對他在假日的時候甚至去 就是有錢人家會請幫佣嗎 就一個禮拜打掃一次那種大房子 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很苦 因為有時候是我身上剩幾百塊 我媽身上也剩幾百塊 然後我們都沒有別的錢 然後我印象都沒有別的錢 那我說幾百塊還會被我爸偷走 你懂了 他已經到了那種嗜肚如鳴那種 看到什麼錢都要了 對阿 這就變成那段時間真的很難過 可是我爸總會有很多出逃 因為你想想一個人工作環境一定會有男有女 那我媽只要去工作的時候裡面有男的 他就會去譬如說鴨肉店 他去鴨肉店鬧 所以跟他似似似有一腿幹嘛幹嘛 亂扯 其實他的目的只是要錢而已 對我媽只要拿出新台幣他就閉嘴了 神奇的魔法 對神奇的紙張 拿了人就正常就走了 對對對 所以我一直還蠻不願意想起那段過去 因為我都覺得好一方面很丟臉 一方面是真的覺得我媽很辛苦 那個時候 可是你過去經歷這些 你在一開始為什麼沒有那種立志賺大錢 讓你媽過好日子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其實就像每個人高中生涯 高中生涯老師問你說 通常高一的時候老師問你說 你大學要考哪裡 通常都是台青教程 對啊 高二二在問的時候是說 應該是中字輩就可以 四中就可以 然後等到第三年要跨到 那個指靠的時候再問他們就說 其實私利前半段就差不多 標準越來越低 因為在社會上活著我就覺得 其實我應該不是賺大錢的那種人 那時候一直都是這個想法 就是說我就是一個人中人 我只要活的是一般水平就好 至少像個人就很棒 安分熟悉就好 對對對 然後賺大錢真的沒有我分 那時候就覺得家裡還有債務 我還想賺大錢 這吃人說夢話 其實那時候也挺厭世的 就覺得 人生就是這樣 過一天賺一天 對啊 然後賺錢就花掉 賺錢就花掉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對自己還蠻好的 我知道 有多少就花多少 對對對 就吃大餐的時候就覺得 哇 今天又吃 每個月的享受 對對對 又可以吃一頓大餐真的是賺到 所以沒有特別想說賺大錢 就是至少按我 沒有什麼特別規劃就對了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媽其實 對於我變成那樣 她有點覺得難過 因為當我們家越爛 她對我的期望越高 從以前到現在都這樣 我們家那時候甚至有時候連吃飯錢都拿不出來 可是她拿錢給我補習 我壓力很大 我就真的覺得 我其實就真的 我上高中之後 我發現我自己真的沒有辦法讀書 一方面是回家聽到他們吵架 那種壓力沒辦法好好靜下心 對 另外一方面是我媽對我的期望太高 所以我在高中的時候沒辦法讀書 所以其實那時候其實很緊張 家裡又不好 媽媽對我的期望又很高 而當我知道說我補習費一個月 就一個月那麼多錢 她竟然就是額外的打工來給我當補習費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不想念書 我好想出來工作好想 所以你後來是因為你爸爸生病 比較沒有辦法鬧之後 對 整個家庭環境以及你的狀況才越來越好 對 所以有時候是真的很悲哀 真的很悲哀 因為真的她在世 她 我講最難聽 雖然可能是付金姐前 前後 可是我真的覺得她好手好腳的時候 我們家真的很慘 我懂 對她手腳不能動的時候 我們家突然變好了 雖然醫藥費很貴 可是總比是藥費我看得出賬單 所以我大概可以預期 對 欠債是沒辦法 欠債是債主來你家跟你說 你欠了我多少錢 甚至我 我壓根都不知道她有沒有借那些錢 就是債主來 人家說了算 她只要比你兇就好 就覺得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應該會少刻一個頭 說不定是一個半 我懂 對啊 那我那個 外面她 在於社的那個大哥 他就真的 他臉上個頭都不願意渴 嗯 他的狀況又比我慘一點 我真的覺得人就不斷的比慘 就是 不過這樣講 有一天如果真的是 已經到最後末期 他躺在那邊 你看他那麼脆弱 那麼無辜 或那麼無奈的時候 你可能心 大家心都會軟 對啊 就會讓他好好走吧 我真的覺得 我後來 因為我爸是 握床很久 嗯 所以你就會看到他那個憔悴的樣子 對啊 所以很多怨恨都會放下 我甚至覺得那時候他的懲罰 甚至會覺得 因為就是每天就是 呼吸啊 然後就是咳嗽啊 然後就是 喝奶 然後有時候覺得 就死撐著這樣子 對啊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 就是可能台灣的一部電影 叫薛觀音的 他最後一個畫面 對啊 就是躺在床上 我真的覺得 哇如果真的要懲罰一個人 就是最後的懲罰 對不要讓他走 對我靠那一幕 我真的很震撼 因為 對對有經歷過 我真的會覺得 對那是最重的懲罰 不管是有錢或窮人 其實那一部分真的 活下去真的是懲罰 所以你看到那一幕就感觸很強烈 對啊 什麼那麼屌 就是你年輕的時候再強悍 可是有一天當你老了 你子女可能會 讓你是狗活這樣子 懲罰你 對啊 我正在醫院的時候也有問過人家說 你這樣算不算孝順 其實那家屬也答不出話來 因為他覺得 他把他爸爸就是 讓他活著是一件好事 對有些像植物人這樣子 可是經過十年經過二十年 他每天來 看到他爸爸就是這樣 他甚至會懷疑 就像我一樣 我一直懷疑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我爸選 那我那時候在廠照 其實有時候家屬也在懷疑說 他們到底是不是做一件孝順的事 或是不孝的事情 我就覺得其實這蠻詭異的一件事 對 到底花錢花精力讓他繼續活下去 這到底對不對 其實這個就像你書裡有一篇講到這個 走了之後很多家屬都會在棺木裡放一些東西 希望他帶走 或者是在裝罐的時候 放入一些他深愛的一些經事 怎麼樣其實 那他到底真的收得到嗎 還是只是你 只是為了彌補自己的一些缺憾而已 對啊 其實我一直覺得 我前陣子也經過我爺爺的商禮 所以我一直覺得 其實商禮有一個很大部分的目的 就是要安撫在世的人 對他會 就像我自己在幫我爺爺的上司 雖然我一直覺得 我是一個火葬廠的人 我就關木裡面放越少東西 可是當我爺爺在世的時候 我爺爺過世的時候 我不斷的在想說我要燒什麼給我爺爺 因為我爺爺信這一套 他覺得說他今天 因為有時候跟他聊天 就知道他是一個很愛拜拜的人 然後很虔誠 對平常燒金子也是很喜歡燒有的沒有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今天我爺爺過世 我真的會打算燒一些東西給他 因為我還是希望他在另外一個世界過得好 對 對那像我也曾經跟我媽聊過這一次 就是他往生後要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上司 我們聊這個契機其實有點好笑 是有一次我去拜我爸爸的時候 我爸爸放在一個主塔 是我爺爺特地就是在山上買的一個 家祖寺的那股塔 他上面一共有二十幾個位置 我那時候跟我媽講說 假如我比較後面往生怎麼辦 我媽說白癡喔 這個地方先搶先贏 我一聽到我就笑了 對他說的確主塔就是這樣 我爺爺還蠻喜歡我這個孫子的講真的 所以他那時候看到我就跟我講說 以後這二十幾個裡面有一個是你的位置 我做谷你爸做谷 我們大家就一起來看這一片風景 因為他特地 他買那股塔是特地面對山的 沒有任何阻擋 你就直接可以看到山的 第一排 對他很喜歡 警官第一排 他很喜歡那風景 他覺得說以後我們可以一起在那邊看風景 這樣 所以他會跟我講說我大概會放在哪一個位置 那每次我就問他說那阿公你會放哪個位置 他就很生氣 他覺得他可以問我放哪個位置 可是我問他好像有點不近這樣 他還是會怕死 講真的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 我又有稍微聊這個問題 然後他那時候就跟我媽講說 雖然你就是我媽跟我爸離婚了 可是他至少超過我爸八年 所以我媽是有資格進去這個主塔 其實他講那句話是對我媽一個莫大的 他覺得是對我媽一個很大很大的讚賞 因為其實我們家就是這樣 假如今天嫁出去沒辦法進主塔 因為他要進對方的家的塔 他沒結婚也不能進主塔 因為他要去姑娘喵 對所以能嫁進來就是只有媳婦 那他又是離過婚的媳婦 就很尷尬就對了 對所以他就覺得說我今天特立讓你進來 我媽聽到就一直笑 她說謝謝 等到回過頭來我開車 找我媽回去的時候 我媽就跟我講說 我照顧你爸七八年了 服侍你跟我講十幾年了 如果今天現在是要我進去服侍他們 我肯定不一樣 對 所以他自己還不想跟他們放在一起就對了 對 然後就跟我媽講說 那不然我才有機會問我媽說 不然你想要選擇怎樣的方式離開 因為我媽是她那時候小時候是住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住在田圍 她在公路花園的旁邊 所以她很喜歡花 對她很喜歡種花 那時候就覺得職障還不錯 對跟花花草草 買在一起她覺得很不錯 其實我的想法也是這樣 對所以我們後來才知道說 我媽想要辦一場怎樣的商事 因為我真的覺得 商事這種東西很多都是 就是一時掛掉 那剩下的東西就是給後面的人用 有些後面的人根本 連她喜歡什麼都不知道 只知道 只按照戰儀式的建議說 這個要怎麼做 那個要怎麼做 其實我覺得現在商禮越來越客製化了 那傳統習俗真的有些被縮減到 有點少 然後商禮過程不講 我覺得錢也是越來越少 以前像我阿姨那時候辦一場商事 三四十萬跑不掉 現在大概都十來萬 因為第一就是停零的時間有限 不像以前可能停七十九天怎樣 現在都停十四天 再加上現在越來越客製化 城市也 住在一個城市有十幾天的家 讓你辦商事 我覺得現在很難 所以就要快 對所以要快 所以其實現在的商禮的金額 也越辦越低 所以我就覺得 我自己是偏向不要花那麼多錢去辦商事 我甚至覺得說 我往生之後 你們把商駕請 然後帶我家狗出去玩 我真的覺得這樣都可以 因為我都已經走掉了 在世的人最重要 我會留錢給我媽用 我就覺得很開心 不要買什麼東西給我 因為我覺得我用不到 我自己覺得 所以這是我的想法 我很高興我媽的想法也告訴我 就說他可能要撒賬 可是還是要少褲錢給他 因為他很怕沒錢用 但是他的想法我也很尊重他 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跟我媽要上帳這件事情 我懂 而且我在想說你火化完之後 放一個納骨塔在裡面 那一代傳一代 萬一小孩不想拜了 或者是小孩也會有一些負擔跟壓力 或者是小孩很多 大家不知道誰要拜 所以是慢慢有流行 所謂的這個像你說樹葬海葬這樣子 講到這個新聞 現在還有流行一個方式 就像我書裡面有講的 就是現在少子化越生越少 那有些人會住在國外 或是說難得回來一次 他們會把從公塔 把往生者的骨灰拿出來 領出來 然後我真的覺得我們皇上不錯 他受惡服務很久 我之前就處理一個 他是民國大概六七十年往生 才放在裡面 他就是放在竹塔 那天他要拿出來 拿出來要叫我把他敲掉 他骨灰要研磨成粉 要變傻髒 為什麼要他做這件事 因為他怕以後沒有人拜 沒有人拜 因為他如果沒有小孩就 對啊 所以他寧願把他拿出來做傻髒 那我遇到案子比較特殊是 那是一個小朋友 他可能在十六七歲 因為我那時候看 圍觀外面的照片 是國中的照片 他可能那麼年輕就往生了 那家人的確是正直之所 他很年輕遇到有意外往生 可是媽媽對於他往生這件事 一直耿耿於懷 就覺得每次出去外面玩 去外面吃東西 就會想起他有這個小孩子 什麼都沒有辦法帶他去玩 什麼都沒有辦法帶他去品嘗這樣 所以他媽媽在很久 隔了三四十年後往生 他竟然往生的願望是 他還想要跟他小朋友一起殺仗 所以那個時候 他是把已經往生的小孩拿出來 然後叫我打掉 打掉之後 摩承輝跟他媽媽一起做殺仗 其實我壓根都沒有聽過 既然世界上我這樣處理喪失的辦法 真的是能到火葬場才能看到這些 我是覺得蠻奇特的事情 對啊 真的啊現在大家少指化這個小孩越生越小 有時候這個一帶喘一旦到最後都不知道誰要拜 對啊 那的確用這種方式 我覺得比較好 我真的比較不會有壓力 不能說比較好 對啊至少不太會有壓力這樣 好那這本書呢 其實在這個 所謂的這個檢骨要放入這個膜裡面 其實就會看到很多家屬悲傷 以及也會有爭執的一面對不對 對啊 那我覺得吵架都會有啦 對 我常常說那時候在做長照的時候 其實是生命的末端 因為我要照顧那些老人家 那些老人家他只會變得更壞 他不會變得更好 對狀況只會越差 對啊 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對啊 所以其實照顧的時候 我就覺得其實已經慢慢走到最後 他們有時候 對於死亡啊 對於親情他們會 有時候會看的 我那時候遇到的至少都他們都是看的蠻重的 都會害怕或幹嘛 可是死亡那一刻發生 就是我那時候在冰庫的時候 他是在 商禮的前端 所以我會看到很多人來的時候都很緊張 很不知所措 會覺得說為什麼我今天 可能往生者很小就往生說 為什麼我今天要先送我兒子幹嘛 所以我在冰庫的時候看的又比較不一樣 那時候我看到的是商禮的前端 那等到我在火山場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商禮的末端 有時候智商時間那麼長就是 我覺得以前人 上次半那麼久的意識應該是要趁這個時候來學習說 如何適應你生命中少了這麼一個人 對我真的覺得這段很重要 因為古時候就遺事很長 每天都要忙東忙西 真的只要忙完之後就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思念那種感覺 因為我自己辦我爺爺的商事也是這樣 我就把我自己當做一個工作人員 對甚至我去醫院接我爺爺都是我自己 我自己來這樣子 我就覺得 對啦真的 在那段時間忙一點真的會忘記 忘記那個人存在 可是 我覺得有兩個儀式蠻重要 第一個儀式大練蓋棺 我懂那時候也是都 就是已經化好妝啊 那東西都放在棺木裡面 當棺材蓋起來那一刻 最後一面 對你真的再也沒辦法看到他了 就像我爺爺往生其實我常常會去冰庫 幫他擦臉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至少我還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不怕了 我這本書有寫我之前我一個阿姨往生 我甚至連看他我都不敢看 其實這在我生命中是蠻遺憾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那時候就小朋友啊 那我一直覺得說 好可怕人死後就會變成鬼 鬼就是一種張牙舞爪那種 他會出來 可能像殭屍片看太多亂咬人怎樣的 所以我很怕人家往生 可是後來我真的覺得很遺憾 是我那時候沒有好好的看著他 等到大練蓋棺的時候我才哭得要死 我真的哭得要死我好後悔喔 所以等到現在我爺爺往生 這真的是我人生中第二次 要算我付錢的話是第三次啦 這是重要的人離開 那我爺爺往生的地方 剛好是在我服務的殯葬所附近 就是說他是來我們殯葬所做上司的 所以我每天都是上班都會跟我同事打招呼說 嘿我來看一下我爺爺 他們就不會管我讓我自己進去 然後幫我爺爺插臉啊 告訴他說現在的狀況啊 就不知道你準備什麼啊 你喜不喜歡啊 我幫你挑好看的啊 因為爺爺都很喜歡漂亮的啊 然後叔叔伯伯也是很努力的 在幫你辦上司啊 大家感情都很好啊 我自然知道他 他可能沒有辦法來聽見 沒有辦法來回應我 可是透過我的嘴講出這句話 真的對我很重要 對我好多了 自己心裡會舒服一點 對 就有些話來不及講 還來得及看著他的怡龍講這樣 然後我們客家人的習俗 我後來才發現這個習俗是客家人的習俗 因為在我爺爺大店蓋關之前 我們會準備他的褲子 對 他有幾個兒子就有幾條褲子 然後兒子會跪在地上 然後棺木在棺木 就是棺木的旁邊會放褲子 那我們要拉著褲子 就是捨不得他走的意思 對那等到我們把褲子抽下來 他棺材他會蓋下來 那褲子要留在身旁 因為人家說 那叫什麼抽彩褲 抽彩褲 那就代表一個彩褲的意思 那我爸走得著 然後就當作 因為我家也有一份 也是一份子 那我要代替我爸去做這個意思 我在那時候 我關心上我哭得很慘 因為 真的等到我褲子抽下來 棺木蓋起來之後 我就再來看不到我爺爺 就 棺木蓋起來前我們會喊說 就阿公好走這樣子 阿公好好走 因為我是客家人 就好好走這樣 我講阿公這兩個字 我就哭到不行 我就哭到 我沒有辦法講後面那幾個字 因為 對啊 雖然我身為一個屏障的人 我就覺得 我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家裡有人往生這件事 生死看太多 可能等到自己遇到生死也是 對啊很難過 雖然我一直覺得 我跟我爺爺沒很親 真的 可是 剛剛他過世之後 真的小時候那些往事 壞的東西會慢慢 壞的回憶會慢慢變少 對那好的回憶竟然會慢慢變多 我也覺得很詭異 我不管怎麼想 都是我爺爺對我的好 我這甚至覺得 我爺爺跟我爺爺感情很好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你就把對父親的缺失 就移轉到你爺爺身上 對 真的有時候會變這樣 我們直接來講最後 你買了房子 然後你有講到你外婆 你外婆最後塞了一個紅包 祝福你 我一直覺得我外婆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從她一個寡婦帶五個小朋友長大 我真的覺得 她這是我人生中 遇過最有毅力的人 我外公走得很早 是我媽媽出生不久我外公就走掉了 所以她一個人是拉拔著 五個小朋友當一個寡婦 每天辛苦工作 帶著五個小朋友這樣長大 我一直覺得她很偉大 那我只有一個舅舅 那舅舅生完小孩 過不久她也往生了 對所以舅媽跑掉 剩下我表哥一個 我覺得一個老人家受到這種打擊 其實很難去貧富 因為老公走了 那唯一的兒子也走了 所以她對我的表哥其實 那時候寄予厚望 可是後來我表哥 我不知道說有沒有寫 我之前有寫過她的故事 後來世界失調 對所以她到現在 我阿嬤還是很辛苦 那小時候其實我常常回去的時候 我阿嬤都會塞錢給我 因為她知道我家的環境不好 其實我阿嬤家環境也不好 那她塞錢給我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每次回阿嬤家都有錢 都有零用錢 對就很開心 那長大之後我了解了 其實阿嬤家的環境也不好之後 我就不會拿她錢 我甚至也是會塞錢給她 就變成說我們是疊對疊 就是她可能塞我衣服 我可能塞在電話下面 對因為我們拿出來 她一定不收我一定不收 所以就互相偷塞 其實這個狀況就一直到現在 因為我到現在要給她錢 她還是不要 因為我母親節都會準備三個紅包 她過年會準備三個紅包 一個我媽一個我阿嬤還有一個我阿姨 我之前走的那個阿姨 因為我兩個阿姨是決定終身不嫁 來照顧我表哥長大 那一個阿姨走掉了 還剩下另外一個阿姨 所以我一直把這三個人 當做這輩子最照顧我的女性這樣 我那個阿姨其實也非常非常非常照顧我 所以我母親節都會準備三個紅包 過年會準備三個紅包 一定要給她們這樣 我就覺得 那時候其實我阿嬤的環境不好 那時候她聽到我買房子 其實很替我高興 因為我媽也很替我高興 我前面是覺得說我買房子 是為了讓我媽安心一點 就是她好像有出息 可以買一個房子給她住 我當時是這樣想 我甚至覺得說 這就可是 比較難聽一點吧 情緒就是說 因為我本身就不想買房 然後我媽就叫我買房 後來我就買了房子 她是希望你有一個寄生之處就對了 對可是買了房子才像 就是李大哥跟你說的 她是真的很希望 我有一個殼這樣 不要再打母殼掛掉 她覺得說她這輩子打拼那麼久 到現在都沒有房 但她也沒做錯事 她也是為了家庭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存錢 那小朋友可能這年紀都還沒有辦法 有一個殼或怎樣的 所以她會覺得很難過 那我也覺得我買房是完成的 她的願望其實也是完成 她也是讓她肯定我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我今天有一個殼這樣 所以我第二本後面我就覺得寫太快了 不想買房子 真的人就是會經過時間 慢慢改變自己 那時候我媽媽聽到我買房真的很開心 有跟我講說北部生活不容易 你買房真的 真的要自己要再多存點錢 多努力這樣子 然後她講完之後就說 我知道你很怕熱 我送你兩支電箱好不好 我聽到就說太棒了 因為買房還要考慮家電的問題 其實也蠻麻煩 一個房子真的要很多家電 對啊 所以那時候有兩台電箱 我就覺得很開心 阿嬤買電箱給我 好 然後有時候拿到她電箱 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阿嬤其實辛苦賺錢 她現在都是老本 她是農保的老本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都是零補助過活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對我阿嬤好一點 可是等到我回家的時候 我把她兩台電箱拆開的時候 我發現裡面有個大紅包 對 把我六萬塊給我 上面寫一個信居落成 其實 我真的整個哭出來 我不知道六萬塊拿到存多久 真的我不知道六萬塊拿到存多久 可是她竟然就是把這些錢給我 我真的覺得 嗯 真的 我這輩子真的好謝謝她 好謝謝她 可是對她來講 以及對你媽來講 也算是看到你 終於暫時在人身上 有一個這個成就點 對啊 而且先有房 那以後他們 就會期待你能夠結婚 這個 先立業再成家這樣子 這我到現在還是覺得不要結婚比較好 對啊 可是他們總有期待 因為以前你沒有房子的時候他們一定不敢這麼想 對啦 嗯 有了自己的房子那種期待就會 又轉移到所謂的這個情感家人這部分 嗯 嗯 其實大事用你這樣子 算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寫了這本書 算也是蠻快的 其實我覺得跟你個人的生活經驗 所以你會很細膩去觀察 火葬場發生的一切 也許對很多老員工來講都是習以為常 嗯 來來去去每天要應付這麼多人 殺了QQ殺了QQ這樣 可是對你來講 其實是不同的一個觀察點 對因為我真的覺得 其實人在一份工作 我真的覺得菜鳥的時候最有趣 因為菜鳥你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新鮮 對什麼都新鮮 那我也是很希望 就是說我能在菜鳥的時候來把這本書 就是做個紀錄 就是說我在菜鳥我對什麼事有興趣 然後我去學 那我在這方面 就在學的過程中 我得到什麼樣的故事 什麼樣的經驗 我都把它寫下來 所以那時候有些人就說 我覺得你在虎爛 什麼在火葬場不到半年寫一本書 然後就打著火葬場的名義出 我後來真的覺得 這些的確是我在火葬場看到學到的經驗 有可能是你們在這行 有些人是久了 對遺體對於他們來說可能就是一個工作 甚至是一個賺錢的方式 我就覺得在你身手的時候就這樣看到遺體他有錢 然後他們不會在裡面感受到什麼樣的故事 什麼樣的溫度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已經看太久了 10年20年30年都有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人生有這個機會 就是踏入這一行 然後把這一行的故事講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體驗 而且我覺得最主要是很多你都會連接到你個人的生活片段 對啊 才會感觸那麼強烈 才會有感而發去寫這些紀錄 對啊 所以有時候家庭環境雖然很辛苦 可是回頭來看 意外造就你這個寫著的這樣一個天分這樣子展現出來 對沒錯 而且大師兄其實關注的人很多 而且大家都喜歡看你這種又哭又笑的文章 因為火山場不一定是北大的地方 對啊對啊 好今天非常謝謝大師兄為大家介紹他第三本 新書火來的快跑保平文化出版 謝謝 謝謝 大師兄好 大家好 我們來講孝子 結果孝子不是孝順的孝 是火山孝子的孝子 對啊 這個是你自己過去多年的經驗 對啦 那就有時候會寫到像 我裡面有寫一個我的好朋友他叫老林 算高中同學然後跟我玩到大的 宅宅聯盟 嘿對 我那個時候寫這本的時候他很支持 那寫出來的時候他覺得很棒 他自己也買一本 那他有跟我講說 真的很恭喜我 然後敢跟大家來講今天這段故事 可是他後來就補一句說 那你有沒有想過我有沒有想到人家知道 我跟你的這段過去 不過應該只有你們兩個人知道吧 大部分你的朋友不知道老林是誰 他有送一本給他媽 他媽就知道 因為太明顯了 對啊 所以這本書是你過去這個 那段時間交不到女朋友 所以你們的娛樂就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孝子的意思 就是那個這本書名字是我總編取的 那我前面三本都是他取的 我覺得他對取名字真的很厲害 就非常厲害的 那前面三本我都覺得 看到這個名字就覺得我的書應該就是叫這名字 而這個第四本孝子其實我想了一下 合適嗎 就是好像有一種欺騙讀者的感覺 後來我想一想 這其實蠻 蠻適合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孝子可以分成三個部分講 對 第一個部分是我在照顧我父親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的孝順是真的孝順嗎 還是我想要孝順 或是 世人給我一個標籤就是你是一個孝子 所以你就要做孝順的事情 我那時候在照顧我爸的時候 我不敢說我很愛他 我不敢 就不得不孝順 對 那種孝順其實是有這種壓力的 對 而且我那時候只要聽到孝順這兩個字 就覺得很被送 因為這不是我想要去做的 後來我在小房間裡面找到了火山孝子那種感覺 那時候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錢花下去是一個 可以安慰自己的一個活動 因為那邊沒有人會叫你努力 沒有人會叫你說你生活就是要不斷的賺錢 不斷的養家 那邊是一個沒有壓力的地方 像我一出那個小房間我就要開始想說 老爸醫藥費怎麼辦 這個月開銷怎麼辦 就是一個小小的逃避空間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當火山孝子 就是真的那個時候真的是治癒了我 因為只有在那一小時那個小小的地方 我才覺得我自己不是一個一直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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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賺錢賺錢的人 而且你聽他們的故事有時候呼應到你自己 就是很多人都是被迫來到台灣賺錢的 對因為他們也可能想要回去 或許他家裡也有個生病的老人家 其實我去的都是 可是大家如果看過的話應該是屬於低消費的那種狀況 不是說什麼啊 去一張酒店十幾萬 不是高檔的 對啊 那在那邊工作一定有他的苦衷 一定有他的苦衷 他想要趕快賺一筆 然後就離開這邊 回去可能過一些正常的生活啊 趕快把債還完這樣 他們要找一個沒有人認識他們的地方 然後就是對啊 有啊我這個二十年前我們到金門去工作 然後就有人帶我們去那邊喝個小酒 然後在那邊聊天那些陪酒的小姐啊 都是台灣去的 原來就是去台灣到離島比較沒有人認識 對啊反正我們就像兩條平行線啊 如果沒有這個小房間我們不會有交集 對那離開這個小房間之後 我們也是兩條平行線 所以我一直很相信 在那個地方我們講的都是真心話 我一直這麼相信 因為我覺得既然兩個人都沒交集 那我們可不可以在這邊聊點心理話 我從來沒有去看過心理醫師啊 可是我那個時候其實 我自己覺得我有點病態 就是在照顧我爸的後期 我會覺得很焦慮 我會每天不斷的想洗澡 然後頭髮會掉 然後會自言自語這樣 是 但我去那個地方發現我可以宣洩 我可以跟別人聊天 心理治療 對我就覺得說 因為這些話我不敢跟家人說 我不敢跟家人說我多累 因為大家都很累 長照就是這樣嘛 每個人心裡都會有一些苦悶 你可以找家人爆發出來 可是就變成說你怪我我怪你 或是 就會變成一種爭執啦 因為你跟認識的人講 他搞不好回頭又跟你的家人講 所以你根本也講不出口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是跟完全陌生人的人講是最好 對啊 這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挺真誠的一個空間 對啊 好 那剛好你周遭的這片宅男 剛好又組成一個什麼 自己人的群組 對啊 自己人的群組 就假後倒休婆這樣子嘛 對我都叫他中清會嘛 大家表哥表弟 所以老齡也是跟你一樣 對啊 後來發現其實這種人不少 就像我這個年紀 那錢賺了又買不起房嘛 什麼都買不起 你說要養自己其實簡簡單當然會有多餘的錢這樣 那交不倒女朋友 因為從小就 可是很多人都會把這個注意力轉移到他的興趣 比如說收藏品 或者是養一隻狗養一隻貓這樣子 把他當做愛人這樣子陪伴 對啊 就我家就走這路線啦 可是他們還是走那種寂寞的路線 他們還是需要一個女性異性在身旁陪他那種感覺 就他們可以在那小房間花個錢 然後一個小時就享受這種感覺 注意讓他們充電一個月 甚至幾個禮拜這樣子 我就覺得其實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配偶 這真的是一個自己抒發自己的一個空間 還是市場上有個供需就對了 對啊 老實說我當初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有想過 要嘛我用第三人稱 就第三視角 對 寫說我朋友怎麼樣怎麼樣 全部怪給老林 就寫朋友的故事 對啊 可是後來我想想 就像我自己的臉書一樣 我很喜歡分享自己生活的大小事情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 這個就是我平常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自我揭露對於我來說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 因為前三本已經寫很多了 因為我出這本書的時候 有人跟我講說 如果學校找你演講 你敢講這本嗎 我後來想想我真的敢講 因為我曾經人生有很失敗過 就這本書也寫說 我把我家裡的幾序花掉 我自己的不打緊 我連我爸的保險金我都花掉 但是我後來也花幾年把這筆錢還完 我覺得我曾經跌倒過 我會站起來過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這故事 而且你那時候不是還把去信用卡 預借現金 對啊 那時候真的 沉船 與其說沉船 倒不如我覺得 我人生那麼累我幹嘛不 好好快樂幾個月 然後就這樣走掉 所以你那時候是有點放縱 對我就覺得 好錢花一花然後去死一死 這輩子就有累過 有快樂過 後來就結束了 可是當我媽知道我錢花完的時候 她就開始罵我 她罵我的時候就 罵一些話就是說 你跟你當初那個老爸一樣 就是我爸就是會 錢借了 人不見 然後債務留給家裡 就激發你 對啊 然後她就這樣罵 罵完之後我就覺得說 對我不能跟我爸一樣 我一定要把錢還掉 要死我要不要把錢還掉 再死 我就真的努力的把錢還掉 可是我覺得人生就是 這麼神奇 我錢還掉之前 剛好我出了一本 你好我是解體人 然後就爆紅 就是我就順順的就這樣解起來 結果後來就把債還完了 不管是欠我媽的 不管是欠銀行的 不管是欠誰的 我就無災神情 可是你出第一本書紅的時候 你還敢去這些按摩店嗎 你怕被認出來嗎 其實不怕 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小卡 沒有什麼認識 還是你覺得他們 不可能會看到你的書 應該是不可能吧 我們講講一些女主角 好啊 大部分都是東南亞的 對啊 因為他們就是 應該越南最多是不是 對啊 應該是說 台幣換成越南幣 在那邊很好花吧 嗯 等值得錢嗎 對啊 其實有些人是來這邊 原本在工廠上班 上一上就覺得 好像有其他的路比較好轉 捷徑 對捷徑 有一些真的是旅遊圈過來 然後14天回去這樣 我一直覺得 他們來這邊14天 就關在小房間裡 嗯 其實他們不敢出去 那每天很擔心受怕 會不會有誰來 對啊 可能警察可能是什麼來 應該證件也會被扣留吧 對啊 所以他們其實是很害怕的 嗯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欸 假如我對他好一點會怎麼樣 所以就很喜歡買一些水果啊 很喜歡買一些吃的啊 去看他 對對對 所以就做好國民利益 哈哈哈 反正那個小錢嘛 對 就 我比較覺得說 我去那邊可以跟他分享一些 吃東西或幹嘛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在現實社會 其實我找不到 可以分享的人 對 這麼簡單的一個東西 我找不到 嗯 所以我覺得我在那個小房間裡面 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些 就像我書上有寫的 我最希望人家幫我切水果 切鳳梨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拿一顆鳳梨去小房間叫他切 哈哈哈 切鳳梨要技巧欸 對啊 我後來覺得說 切完才是真愛 哈哈哈 因為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小小的願望 可是我現實之中真的沒有辦法達成 那像我 我對可能現實的女孩子 我也可能用這種方式追求啊 就買一些小餅乾啊 啊什麼東西給他們啊 我發現現實的人根本 就我在平常生活其實根本沒有人差小啊 哈哈哈 我覺得說這個太容易了 可是在小房間就變得很珍貴 可是現在應該時局翻轉了吧 應該很多女生失訊你吧 沒有欸其實我還是一貫的就很窄啊 像我今天你有自信把自己的臉露出來 對啊 因為就是我牙齒很爛 哈哈哈 所以你覺得沒有一個很窄的女生在等你嗎 兩個都很窄 這又要講到另外一點呢 就是我不太敢 交女朋友 因為我比較從向 可能是我單身久了 我想要自在生活 像我今年二月從火藏廠離職 我沒有跟任何人商量 我就是欸 覺得時間差不多了 而且邊上手那邊也可能要讓你 做個選擇說你到底要當一個作家 還是你要當一個邊上廠的人員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我想當一個作家 所以我那時候就離職 我不用跟任何人商量 我沒有家庭 我沒有累贅 我只是回去被我媽唸了一下 就這樣就開始我新生活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 我選擇單身 我也接受到一些寂寞 我覺得這合理啦 我既然選擇單身 我就要去習慣那個寂寞 對啊 這我覺得是對的 那我不太想要交女朋友 就是不希望我有一個很負擔吧 還是說 我就一件事情兩個人討論下來 結果不全然是相同 我很怕那種爭執的過程 所以你是怕加入了之後 也許會疏解寂寞 可是可能又多了很多生活的干擾 對啊 所以 就時間沒那麼自由了 這到底算不算一個自私的人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而且我覺得真的女生有時候 比如說假日 你可能只想好好休息 對啊 女生想假日我們去哪裡玩 那你就很痛苦 而且我現在生活是 像我今天休假嗎 其實我也做了很多 我早上還有去幫人家做告別事 其實我假日就是這樣 我假日還在上班 要嘛就演講 要嘛來露營 要嘛就繼續做公司的事 我覺得這幾年讓我改變最大的 就是我對工作的選擇 那自由度 真的 出了殯葬所做 我真的覺得外面真的比較 多了選擇權 對多了選擇權 那我可以盡心盡力的在工作吧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很喜歡工作這件事 就可能出去演講 你說叫我坐很長途的車 去外面 然後也沒有住 也沒有補助那個住宿 還是直接再回來 我也覺得甘之如意 因為我覺得去那邊就是一個分享一個經驗 然後一個跟別人聊天的機會 因為我覺得其實不容易 我自己想想自己真的 很多人比我文筆更好 可能更幽默 可是他們都沒有這個機會 他們沒有這種工作機會 因為這不能想像 這一定是要親身接觸過 才寫得出來 對 那我現在的工作其實我覺得 有一件事就是 可能是什麼 勞則失憶則贏吧 就我覺得生活過太爽 我寫東西是寫不出來的 所以你要再趕快再 對 到下一個刺激的行業去 對 所以我現在是在外面葬營社 其實我不做那個什麼 賣生前契約 或是時候什麼禮儀人員 就是只是跟家屬溝通的 我做的是殯葬人力 我要親自下去洗一體 我要親自下去驗屍 我要親自下去接一體 我要每天早上告別事辦家 別凶化師凶化 聽那個感恩的心 然後再把棺材推到火葬場 我覺得我做底層 比較適合 而且底層比較好玩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喜歡做底層 不然我那時候 從皇上出來的時候 我找工作非常難找 沒有人要我這種的 基本上這樣一次都會覺得說 寫書的不行 寫書的很可怕 他怕你進去嗎 寫進去 對啊 讓你知道太多秘辛 到時候變下一本書的內容 而且如果真的寫到家屬 知道你在寫他的時候 那個就不叫經驗分享 那個叫做消費王者 所以那很麻煩 那揮不掉 所以我那時候找工作真的很難找 真的非常難找 是剛好這件事 希望我來做底層的事情 然後寫一些經驗分享 讓大家更了解殯葬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說 人生真的是這樣 就像這本書一樣 你把一道門關起來 會打開另外一三串 無縫接軌 對啊 就剛好又接上 然後又可以滿足你寫作的欲望 我真的覺得寫作是一種欲望 就 你要跟我第一本書來這邊 就分享 就第一次 第一個廣播來這邊分享 我那時候沒什麼寫作的欲望 就說我出了一本書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要跟大家分享 可是然後第二本第三本 第四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好想寫東西 這是一種欲望 就分享的欲望就會出來 對啊 可能也滿足你被需要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以前都是 因為你以前都是邊緣人 對啊 而且爸爸年輕罵我的時候 都罵非無非無 你就沒有用 所以會讓我覺得 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到底是怎樣的感覺 所以我就很喜歡那種 應該是被需要感 就有人肯看我寫東西 我就一直寫下去 所以你也會很熱衷的想要去分享就對了 包括上節目 各方面 對啊 因為很多人都說 這樣自我揭露你不會覺得不好嗎 可是我真的就覺得 這是我可以分享的人生故事 因為沒有多少人有這種經驗 也有這種經驗的也不太敢寫 就好像做殯葬一樣 沒有人會 沒有一個作家願意下來做殯葬 然後填掉那麼久 然後寫一本書 那你做殯葬久的 其實你又不太想 應該不太會寫這個 就是覺得說 我的位置剛好在那邊 所以我樂於分享 就像這本書一樣 其實你這本書寫的這個角度 也是社會上真的有這一票人 他們是需要被關懷 可是他們可能因為社交 或者是各方面他們交不到女朋友 所以他們確實也有需要這樣的一個 一小時的一個私密空間 能夠得到一些人生的一些滿足 對啊 我覺得像我那些朋友 有一些就是個子矮 或長得醜 或是就沒什麼 家裡有一些很大的問題 像我那個時候 我跟一個叫做相顧的小姐聊天的時候 真的啊 她叫我她家的狀況 我家有我家的狀況 所以我們兩個靈魂 我們才會在這個房間相遇啊 所以那時候一直在想說 如果真的很真心的對待她 有沒有可能變成真實的男女朋友 其實我有真正想過這個問題 那我們也快接近到那個地步了 可是接近那個地步 你就再往後想 好 如果你今天跟她在一起了 你可以忍受她做這個工作 你要怎麼跟家人介紹這個人 是 好那如果她今天這個跟你結婚 那你們兩個又生活在同一個縣市 你以前就在這縣市上班 你怕不怕遇到客人 遇到客人要怎麼辦 如果有人騷擾你 我可以跳出來嗎 其實很多好想 想到後來你真的不太敢 所以照想應該她也要上岸了 才有可能繼續啊 對啊那我可能小時候的狀況是這樣啊 我爸只要一生氣 就把舊帳翻出來跟我媽吵 可是我沒有辦法告訴我自己說 我可以跟我爸不一樣 其實如果有時候講出一些傷害她的話 我會覺得自己好過分 就好像我小時候覺得我爸很過分一樣 對啊所以 其實有時候都會往自己的生死 也不算生死童年的部分這樣想 對啊 對因為主要是她越來越老 你越來越壯 所以有時候你即使再多的仇恨 你也不忍心用以前她那個方式來對待她 對啊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我宅吧 我就覺得交女朋友是一件麻煩 不過你裡面的主角幾乎都把他取水果 水果的名字 因為剛好第一個橘子 他就剛好是叫水果名 那後來又遇到兩三個叫水果名 我就全部把他用水果名來命名的 對啊 那我也覺得不錯啊 因為有些人就符合那種水果的特質 我就覺得很好玩 好 你裡面講到其實業者也真的很怕你們這些客人 真的投入之後 如果乘船之後 其實他們也會很困擾 對啊很困擾 有時候針鋒吃醋 就是明明大家來玩一玩 你千萬不要當真 你太當真他也很煩 對啊也會很煩 因為 好啊假如今天這兩個 就針鋒吃醋 另外一個打給警察 整天都被炒掉 怎麼辦 對啊對啊 所以 我有時候寫這些文章 我就希望說 如果正在乘船的男士看到的話 你真的要想一想 因為真的是血淚啊 這一本的填料費有點貴 可是現在因為LINE很方便 所以其實到現在是不是有一些LINE 你們都還能夠聯絡上 對啊 就知道他近況 又到哪一個國家去了這樣 對啊 因為他們通常都是有一個走向的 可能台灣14天要去馬來西亞 可能新加坡 可能去泰國 可能去韓國 可能去日本 然後繞一圈回來又到台灣 他們就是希望說可以在兩三年內 賺到錢 賺到錢 買房子 對買房子 有些人是買房子 有些人是想說做生意 通常做生意的 你兩三年後又會看到他 成功不容易 對啊 可是真的都沒有遇到一個說 好我跟你上岸 跟你就好好的安分守己 可是這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他願意跟你上岸 那你願意去拿他 對啊 就變成說我怕他了 對啊 那他以前賺錢那麼容易 我現在一個月 你說好 我可以一個月在那邊 可能去個四次一萬 那是我一個月可能薪水三萬多的一半 可是如果他真的跟你在一起的話 他知道你薪水三萬多 他會怎麼想 因為他一個月可能是賺十二萬 對啊 他就會怎麼想 其實這個很難 除非你完全不知道他的背景 他也完全不講 很有可能 如果你真的知道他的背景 他知道你的背景 你要從客人變成家人 其實沒那麼簡單 對而且有時候不是他一個人對不對 搞不好他把家鄉的小孩父母全 全部帶來 對啊 那你怎麼辦 跟那個香菇那時候就這樣 就是他有一個小孩子 他很希望說找個台灣人 嫁了 只要能照顧他的小孩就好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跟他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可是我選擇逃避吧 是是是 乘船歸乘船 可是當真的要玩真的時候 你也是會三思 我覺得有時候小房間的生活 除了這小房間 你就要面對現實 對 那是一個可以逃離現實的環境沒錯 可是就限那個時間 對 你出來之後 你也可以 你也要必要想到現實 像我那時候講孝子這個書 他還有第三個含義就是 當我錢花完了 我才知道 在旁邊的人全部都是親人 還在旁邊支持你 而不是那些你花錢的時候小姐說 我愛你 我會想你 我會怎麼樣 他們都不見了 剩下就只有你要照顧的情 所以我現在的孝順 我覺得是心甘情願的 沒有以前照顧爸爸那種壓力 完全沒有那種 我是被逼著孝順 所以我現在很享受照顧我 媽媽 外婆 媽媽的那感覺 所以以前是被迫被動 現在是主動願意 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現在 有時候看他們那樣笑容 我會覺得好棒 就是他們會以我這個孫子 以我這個兒子為榮 我就覺得 對啊 可能他們也沒有想到你能夠走到今天 以前看你很廢的時候 對不對 到現在已經變暢銷作家了 對啊 我覺得人生就是 真的不要放棄自己 因為你不知道你後 所以你現在變知名作家就不會去了 不需要去那個小房間找一小時的戀愛 其實有需求的話 我想奇怪都沒有粉絲欣賞你 想跟大師兄吃飯聊天喝個下午茶 然後就兩個就談戀愛 沒有啦 我也會怕 因為一個人生活比較好玩 是 對啊 我覺得 除了照顧我馬哥外婆以外 最近也是有在中途狗狗 因為覺得 那些流浪狗 他們以前可能有 受傷過 所以都很怕了 對 或是他們從繁殖場出來 其實他們還學不會怎麼跟人相處 我覺得把他們養到一定的程度 然後送去送養回 把他們送走 這是一個新生的感覺 重新過一個人生的感覺 有時候我在人生上很難看到這種新生的一種畫面 可是我在流浪狗身上 我做了很多這種事情 就你當流浪狗的中途之家 對啊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是緣分 因為以前我爺爺養狗的時候 我家是那種很鄉下的養狗方法 老子再去丟掉 老子死在家裡幹嘛 就不會特別照顧了 那吃也是生菜生飯餵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爺爺 叫我爸載狗去散散丟掉的時候 我回城 從那個車子後照鏡看到我家的狗 乖乖乖在那個原地 當我們離開的時候跑向我們 我哭到不行 可是那時候我沒能力啊 我一個小學生 國中生我要怎麼養那隻狗 所以我覺得我長大以後 一定要當一個我喜歡的大人 剛好我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就投身在照顧流浪狗之中 我覺得真的啦 就彌補以前的那種小小的遺憾吧 真的以前我就看到我們小時候的狗 如果這個爸媽不想養 就把他載到很遠的地方丟 然後他就一直追 追到沒有力氣了 他才追不動 然後很厲害喔 一兩個月後他就找回來 然後再被丟第二次 我們那時候也很無奈 小朋友你也沒有辦法抵抗 對啊 那長大後 我覺得可以做一個 就可能啦 以前的我可能做死光機 看到現在的 我會拍拍我的肩膀說 欸你真的變成 一個我小時候喜歡的大人 我覺得很棒 真的很棒 我們來講書裡面的插圖 為什麼都是熊 這個是每邊覺得熊很適合我吧 其實我那時候看到插圖 會會心一笑 因為之前我完全沒有想過會有插圖這麼多 那大家如果有看過這本書 像我妹第一次看完吧 她第一個看完 她看完之後就跟我講說 欸哥你這是偷工減料 喔對啊 這是字數不太多 所以插圖放比較多 你知道有時候寫這些故事 你就會想起以前的一些 自卑啊 花完錢的那種恐懼啊 有時候不敢寫太多 真的不敢寫太多 而且其實還是應該有發展很多事情 只是點到為止 應該有好幾個你們私底下都有在聯絡對不對 有在聯絡過有在聯絡 可是到後來 你會發現有一天你突然要找他找不到了 就FB就整個黑掉變成no name還是什麼這樣 我會祝福他 因為他一定會有他新的人生 才會想把你這段過去的 客人全部封殺掉 封鎖掉 或是他已經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要拋棄過去的身份 過去的人生 我覺得這很好 就是祝福了 對啊 就再祝福了 所以有時候你突然被封鎖 你會很高興 因為表示他有新的人生 其實他會難過一下 再高興 但是理智上是很開心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 所以希望他們每個人都消失 對啊 因為現在已經每個人都消失了 是啊 大家都心生了 我覺得不錯不錯 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如果他真的遇到一個真愛 他當然會不希望讓以前的客人再找到他 對的確 不好解釋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對啊 其實對你來講也是心生 對啊 我覺得也是 其實這本書為什麼很堅持想出 就是因為 我前三本書其實是有一個 在字界的時候有一個 都會介紹自己是一個飛仔 阿仔這樣路車這樣 我覺得我現在過了三四年 我第一本書 我還記得第二本書 我直接寫說我就是一個不買車 不買房的飛仔 你看三四年過後 車子買了 房子也買了 變瘦了 對 我就覺得 人勢必要成長 我不覺得我以前很廢 我以前我也覺得很快樂 那我現在我也覺得很快樂 上進的我覺得 很好 那以前那種月光族 每天這樣玩 我也覺得很好 那時候死掉完全沒遺憾 就去沿羅網 那邊沿羅網問我說 你還有人世界有什麼事想做的 我就說沒有 我每天活得很快樂 我每天都當月光族 過一天算一天的 那現在的我也覺得不錯 因為我覺得每天就是為家人 努力努力在努力 我就覺得這都是一個過程 那這本書 我有點想要當一個分水令 就是希望 以後自己可能寫作或觀念上 可以變得比較上進 可是我又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不定 讀者們是喜歡那個不上進的自己 我會有這種想法 因為你今天變得上進 其實你跟很多 我覺得成功人士是一樣的 就是那種感覺 你就散發出來很多 就是沒有以前那種 就可能粉絲看你就會有點距離 對啊 因為他喜歡看沸沸的 無憂無慮的肥仔 對啊 所以這也是我自己的思考的 可能 可是我想不斷的突破自己看看 所以現在我也有點想要寫下一本 我想要 主題想到了嗎 一樣在寫冰葬 又有現在回去做冰葬 對啊 因為我以前是在公家的冰儀館 現在在私人的戰役室 有時候可能就是自己有點膨脹 有時候就覺得說我想要 讓大家有一天想到台灣 有人寫冰葬的 第一個會想到 是大師兄 對 就現在會有這種想法 這是我以前不太敢想的 那我常常問自己說這叫膨脹 這叫自大嗎 還是這叫冤枉 我就一直在掙扎 那我想要寫看看 至少要先自信 對 我想要寫看看說 會不會讓大家喜歡 或會不會讓大家有感觸 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我現在 做冰葬人力我想累積的東西 對啊 回到這本書的主題 你覺得如果你更有能力 你覺得你可以真正的幫助到這些人嗎 其實我沒有那麼大的志向 對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綁住他 因為這種人會永遠不覺得出現 因為我相信以前你跟他糾結在那個房間裡 你一定會想說 好如果你有一筆錢 你就能夠給他 他從此就能夠脫離 對不對 對啊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沒辦法 有一些人其實他跟我以前的動字一樣 可能就是賺一筆回去 再還完了 那個 又有心在 對 老爸又是開始賭 動又出來 沒錯 你就去補那個動而已 我記得我那時候 大學跟我 帶我媽走 要跟我老爸脫離婦子關係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要跟你脫離婦子關係 他一天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八萬 八萬我又跟你脫離婦子關係 最後一筆就對了 對我心裡想不算便宜 至少我臭的出來 我借的出來 我那時候在大學 我想去借給他 我媽跑來跟我講說 他今天跟你要八萬 明天就十萬 十二萬 十五萬 不可能真的最後一筆 對真的不可能最後一筆 那只是話術 對 所以就覺得 對於這些小姐也是一樣 有時候給他最後一筆 他家人就說 哇你還得完 我繼續賭 沒錯 我繼續破洞 其實最根本的是 我還是覺得是家庭的問題 其實我很喜歡勸人 就他們可不可以脫離 原生家庭這種東西 很難 對 可是 我也覺得 我自己都覺得很難的 所以我跟他們講 也是一個經驗談 就像我四本書裡面 沒有寫到什麼我妹妹的故事 沒有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寫我妹 就我妹就是一個 國中就開始出來賺錢 她賺的錢又被我爸 偷走拿走偏走這樣 對所以 他們很想要脫離原生家庭 他們覺得 不能再這樣下去 你這樣下去 你一輩子賺的都是給家人花掉 除非你真的找個地方隱姓埋名 對啊 完全跟家裡斷絕關係 對啊 那你 敢不敢這麼做 你要不要這麼做 是啊 其實我那時候 因為我大妹很喜歡討家 那個時候 有時候我也覺得 祝福 我不想把他找回來 嗯 我也覺得說你在外面 收訂 會比較好 對 對啊 所以 有時候對那些小姐是一樣 我真的可以 如果我有能力幫你一次的話 你要考慮喔 你人生還有幾次 可以讓你家人怎樣搞 這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啊 真的很難解 所以真的很難說 這次還完 或是一筆錢拿了之後 從此就怎麼樣 對啊 因為還是有很多家庭環境的糾結 對啊 這動作會越來越大了 不過至少你現在自己要先好一點 才有辦法再幫助別人啊 其實很多粉絲也是會 從你這邊得到一些慰藉 對啊 失去你的粉絲應該不少 不少 因為我最近在做 但是看看而已啊 其實也很難具體給一些什麼 真正的幫助 這個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聊這個啦 因為我之前 剛好賣了我人生中第一張 聖典企業 來找我 他是一個尖動人 我不知道那個病是什麼病 我只是覺得他很辛苦 因為我沒有看過他本人 我前幾天跟他簽約的時候 找他出來 他從脖子以下是不能動的 他從16歲開始 尖動 對直到他的這個病之後 到現在40歲 他現在已經快不能講話了 一個罕見疾病 沒有原因 他說他們家生4個會有一個人 是這樣 XG好高喔 然後 怎麼講 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才知道這個病是什麼 他跟我講了一句說 我想要趁我還可以講話之前 先把我的喪失規劃出來 所以我把他規劃成一個他想要的喪失 那真的很便宜啊 那真是賺到10萬以內的那種喪失 因為他的需求就是這麼一點 就是這麼一點 我懂 那時候他媽在他旁邊 也聽他講什麼 因為30年都這樣了 你說他媽還能對他有什麼 是啊 就只能靜靜的聽他的女兒 想要怎麼辦他的喪失 有時候覺得很辛酸啊 可是他說他令他活下去的一句話是 治療沒用就開始求神拜佛 神明跟他講說你這輩子會很辛苦 可是你死後只會變成神 他就想聽這句話 然後一直是這樣下去 那他跟我講說他人生中好幾次想自殺 他那時候手還可以推輪移 還可以控制電動輪移 他把自己推在馬路中間 然後突然想如果今天我死了 我是不是害到撞死我那個 對 我那時候聽到就真的很感動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他說他知道這個時候 他要默默的把車子開到旁邊 他從事都不想 所以那時候我跟他簽約的時候 我有點感傷 因為我覺得 真的是一個靈魂沉著一個 沒有辦法動的軀體在活著這樣 我沒有辦法給他什麼意見 我很感謝他這麼相信我 對啊 因為這種病連醫生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只能拖著隨著時間 然後越來越不能動 對啊 然後部位就越來越高 那的確他會想起他以後要 要辦一場怎樣的吼事 因為我覺得很重要 像我自己我雖然是在賣那種喪事賣儀事 可是我自己希望我自己的賞禮是很簡單 這我也不忌諱跟人家談 因為我有個缺點就是 只要有人來找我 都是去幹什麼 你做最便宜的就好 把錢省下來 人都要走了不用這樣子鋪張 我覺得錢就是要給活著人用 對啊 你主要對這場賞禮 你絕對沒有遺憾就好 像我那時候我爸爸我沒有花錢 我也不覺得有遺憾 我覺得這是一場好的賞禮 對啊 所以我就有這個壞習慣 對啊 不過以前你應該比較會想 你的這個告別式 現在應該比較有希望 不會去想這些了 沒有 我後來在外面 當繼續當傑聽 我現在也在當傑聽 我整個七月我接了 大概七件吧 就是那種中年人 倒臥在浴室 心肌梗塞 發現的時候已經突發 對 我那個時候去接他們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也是一個人住嗎 你會不會這樣對不對 對 假如我現在這樣倒了 我應該有很多話想說吧 嗯 所以我寫一張遺書 然後我以前是放在那個 電腦做的抽屜裡面 我發現沒有人會去看啊 所以現在把他藍遺書 貼在我那個門 就是要很容易發現 對 就貼在門那邊 我希望接到我的一定是我朋友 嗯 一定是我同事 是 先去冰箱拿杯飲料好了 真的真的 這不開玩笑 因為我覺得 我被發現的時候狀況一定很糟 嗯 一定很糟 是 然後我家又是三樓沒電梯 很難幫我 我那麼怕 對啊 那倒不如你們先喝杯飲料 賣香啊 對對對 先把我家的狗放在一個好的地方 先安頓好 先安頓好 我死了啊 我沒差了啦 嗯 就先安頓好就好 那把我接去冰箱拿 不要告訴我阿媽 是 千萬不要告訴我阿媽 就說我居然不在就好 哈哈哈 可是你沒有開始累積一點資產 會想要他怎麼分配的問題嗎 想要留給誰的問題 有欸 我所有的錢都留給我媽 因為我覺得 我媽一個人做三分工把我養到大 我知道我現在說的錢 基本上都是會給我媽的 嗯 那我媽有時候跟我要生活費 可是她也跟我講一句話 你也知道你媽不愛花錢 你給我的以後就是你的 所以我 她只是幫你存下來而已 對 她怕你亂花 對那我也是希望說 因為我後來就房子買了 我說接受我那房子的 不管是我的外甥還是我的妹妹 一定要幫我把狗養到死 嗯 對不然我半夜起來 起來 哈哈哈哈 像這樣子 對啊因為 冰藏不是說膽子越做越大 應該是說膽子越做越小 你太接近死亡了 天天在看 你天天會想說 就一直想說 如果你這樣的話 會怎麼樣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 冰藏不是說什麼 做越久膽子很大 看我什麼都不怕 其實你看到東西 你會越來越怕 因為 這個離你太近了 你會很常思考這件事情 嗯 最後是希望說 每個人都可以變得豁達 就是 怎麼來怎麼走 然後就是乾乾淨淨的 對啊 光溜溜來 光溜溜走 對對對對對 沒有什麼好計較的是吧 對啊 對啊 大師兄走到今天非常不簡單 好 謝謝大師兄我們介紹孝子 寶貝文化出版